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久的眼睛会超痛的 我怎么不行啊 所以我才有人捐我就送 因为我眼睛没办法洗关 你会想要吗 因为应该那个朋友 防晒油涂一涂就好了 会有朋友会不定期的捐一些没有包装盒的 或者是有点小瑕疵的东西过来给我 什么没有包装盒的 就是有一些直播的产品 就是 就是什么 那黄红灯啊 或是一些什么麦克风 或是一些夹子之类的 不定期啦 大概我在猜应该是有人推货给他 就不想处理 就转送给我 那个零件我有上架了 太好了 感谢火腿 赞参火腿 有卖掉一些了 太好了那就卖吧 对啊 反正最后那个口口你就 就你看累积到一定程度 你就卷到那个 那个什么 开放文化金融会那个赚 赚款赚户那边去吧 OK 我再给你那个连结 反正那个都是公开的 因为这件事也要赶快来处理 再不处理真的会到时候 到时候时间又走开 就会很恐怖 同期我问一下 你说那个开放文化基金会 的那个账户 他就是要 你可以拿来支付房租的 是不是 哦对啊 对没错 现在我可以跟 就是可以讲一下 就是那个什么 我们又有一个Google Google大叔 就是每个月都有固定一定 一定的金额进来 嗯 可是那个好像在大概加起来 只有几千块而已 嗯 嗯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透过 大部分人的 的捐款 就是有 有来聚会嘛 然后就有人会在现场捐款 那我就会把那个捐款 现金北京到京的量 就是捐到那个 开放文化基金会 的赚款中处 嗯 对就是 目前的做法是这样 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喜欢 就是不想要那么麻烦啊 就是啊我现现场有个捐款 这样就丢 嗯 有些人就是会 会看到的 专款专户就是想到 哎就捐一下 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的我们的费用 空间的支出费用 大概是这样的运作 嗯 嗯 嗯 可是那个 那时候那个Google大叔 那个大概也有 有提到 就是希望 希望社群可以 可以自立自强啊 就是有点像是 发展从 成Costcap啊 这样的角度 这种社群 呃 有在有这个 呃 依赖 或者是这种 互相协助 然后他自己有一个 稳定的收入进来 所以那时候就在开 开始在想一些 呃 一些套件包 或一些课程 的方式在进行 嗯 可是这件事后来就是 遇到疫情就能打乱掉 然后另外是 自己在 在处理的事情上 可能没有那么的 熟练 所以有些计划就 烂尾 烂掉 嗯 可是那个经验就慢慢就是 就算失败 那个经验就慢慢在累积 嗯 所以就是刚好 刚好这次机会有 有两个穿案就是 P12就很老早 就是在想这件事情了啦 然后那个 开发版就是 刚好是 呃 呃 那个黑猫 刚好也开始有提到 就有人提 然后又有人附和 就是对着有兴趣 那我这些 敲边鼓的这个角色就可以 好那我来推一下 推一下这样子 嗯嗯嗯嗯 所以有这种做法 的方式在进行 对 我也不容易啊 也不知道 也在想要怎么做 嗯 因为那个 呃 最理想的状态 当然是这个 这个套件啊 这个东西都做出来 然后开始去 销售 然后有一些 商业单位 他们愿意去承接 这种同路的部分 嗯 这个我觉得还有一段 一段距离要走 嗯嗯 然后最最终希望是说 可能可能这边呃 有一些活动的支出啊 什么这之类 可以透过这种稳定的那种 这种非你组织啊 一些周边的服务 或者商品的贩售 然后呃 贡献 比较积极贡献在里面的 都可以 都可以有一定的回馈到他们自己身上 不管是credit 或是 或是盈利 或是 分论这些东西啊 嗯 因为我在讲的是这部分 然后这边就开始会 如果有一些 比较多的资金 就开始可以去养 就是 社群的专业的 就是 专门的行政人员去处理一些杂事 嗯 不然现在的话很多行政杂事 都是我这边在 在处理 嗯 对啊 大概是这样 所以有一些适度的商业化 这也是我个人的课题的 就是在想这一件事情 要怎么做 以前是完全超级排斥的 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可是后来发现 就是 就是 后来想想 就是开源这些东西 就是多元 多元的一个呈现 那它既然多元 它就是本来就 就涵盖各种可能性 嗯 那你是说 如果是锁定在某一个 某个地方上 或是说只坚持这个东西 那其实 其实你会走得非常 非常辛苦 嗯 那那个理念可能 也没有 那么多人可以 可以 可以符合 对啊 所以就 也是自己一直在调整这些事情 嗯 只是 比较不容易 有些想法 它就是 深根低谷 然后你要去改变 就比较不容易 嗯 嗯 那 那闲话家 那 大海你今天在玩什么 我看你 眼珠有在分享 你有拿到新的版本了 对 它是 它是那个 它也不是新的 然后主要是因为 它是STM32的F405 嗯 然后因为我会去观察说 像STM32系列啊 会哪一些会是在 就是说这种终端市场上 会比较常见的 像我们之前知道的是F103 对 103到处都是 那我后来发现说 4系列的话 似乎这个F405是比较常见的 那当然 F4 会去用它是因为 它当然是比103快 然后程式的容量也比较多 嗯 然后我是 我有一部分是想说 我会利用它里面的ADC 就是那个 四波比它最主要的那个功能嘛 就是把类比转速位这个事情 嗯 在405上面也会比较快 所以我有在想说 是不是有机会再 让我的四波比在 取样速度再快一点 让它的可用性再高一点 嗯 所以我买了这块板子进来玩 嗯 这样子 然后我就发现 我 因为它里面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DAC 就是 数位转类比 嗯 而且它刚好是两组 所以我上个礼拜也有在玩说 我把这两组的 这个数位转类比的输出 把它拿去 绘制那个四波器上面的那个 XY 我们叫做XY的Plot 就是 我两个圈都灌进去 然后可以在四波器上面画图 嗯 应该有见过类似这样的 就是其他人的这种 那个 好像他有一个名词 就是那个 诶 试波器叫做 叫做Osceloscope 然后它叫Osceloscope Art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 对 我会把它整理一下 然后 然后做一个就是 就是一样的是开枪办办明学这样子 嗯 好 对啊 回一下Joy 对啊 没错是没错啦 只是说 我也曾经过度极端 就是极端化 就是 商业就是绝对邪悦这种状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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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讲的是这个 嗯 好 那快速看一下 那我把那个 今天的贡笔那个连结放在这边 那想要问一下说 今天 所以 想要 想要帮忙协助贡笔的 然后就会跟那个 那个 7688 Duo的开发板 还有书 书怎样三本 然后开发板只能下21块 那如果有人有有兴趣的话 就跟我講一下 今天的那個什麼 的共鳴想要主導 然後想要去做件事情 然後就把那個開爆版寄給你 那 好快速看一下那個 欸我這個麥克風 會不會這個東西 會講話很不清楚嗎 不會啊 超帥的 好覺醒 聲音會很磁性嗎 會讓人家讓你懷孕的感覺 我們歡迎 紅旗主播 我快笑死了 這聽起來比較像是耳麥的聲音 這個是耳麥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還好啦這個應該是那個什麼 麥克風拆了之後裝大盒 對對對可能裡面也是 所以外殼很帥裡面搞不好只是一個簡單的東西 找一天來拆看看好了 沒可能 對對對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你今天有多少 幸福有 欸 哈囉 麥克風的頭應該是那種豬鼻子對不對 我看他上面那種 他那個那個拆起來應該是三個洞的 對對對 那三個我覺得這有點 XLR 有點有點 那個麥克風的XLR接頭 我覺得應該蠻假掰的 欸我然後我這個 欸那個琵琶不好意思我可以再再耽誤一點時間嗎 不會不會請說 不會不會因為我這邊有還有那個什麼 他還有一個有個控制器 有個控制器裡面還可以輸出幾個什麼幾個音效的效果 音效卡 我覺得這 沒有我跟你講那個是 比較有在唱一種 在助我錄主播在用的 比如說 那個 這個 這個 這什麼戲啊 怎麼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超假的 我先 我先按幾個 我先按幾個 對 這什麼戲 我 講白了那個我知道啦 那個我之前就有玩過 我現在我坐上右邊就擺一個 這什麼戲啊 怎麼 你有按了嗎 我沒有聽 沒有聽到 有聽到嗎 沒有呢 真的嗎 對 所以你現在用的 用的麥輸入可能 不對喔 欸 他那個 他音效卡那邊可以選擇說是什麼 有啊有啊有聽到嗎 還 都很正常 現在都很正常 就是你正 你正常講話的聲音 OK 那那可能音效算了 那個沒出來沒關係 我覺得那個超假的 我覺得 這個這個是殺鬼啊 就是這樣 可是網路主播的應該都知道啦 那個可以超好 沒有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個人是有點討厭這種功能 好 那我快速看一下 今天有沒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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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wh스타 都是老朋友 那算了 那開會開場直接跳過 喂 有在直播耶 好啦好啦ok 就是沒想到黑貓那麼嚴厲 我在啊,我在直播啊 OK,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好,等我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突然間手忙腳亂起來 要叫我重寫這個氣泡師 我覺得有點難 有看到畫面嗎? 有 好,歡迎大家參加今天晚上的棒棒學 今天是禮拜六 沒想到,禮拜六也有棒棒學啊 那棒棒學的活動是什麼呢? 棒棒學是來自不同的社群的朋友們 一起發起的一個自學跟共學的活動 那每次棒棒學的主題都是仰賴每個 引導者的提供他們想要分享的內容或引導的主題 那為什麼說是引導者而不是說演講者或是講師或是老師呢? 是因為我們希望說大家可以用一種輕鬆愉快的心情來 來開始這個學習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主題你不見得一定要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或是大神 或是對這個主題非常熟練 而是對於 而應該是應該說 這個主題對你來說你非常有熱情 你很開心的想要去討論或交易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比較希望用引導的方式來講這一部分 那我們所有人有棒棒學的活動或是詳細資料或是怎麼開始 或是它設計我們都領持著開源的精神放在網路上 然後並且使用HackMD這個共筆文件去做分享跟討論 那在這裡就會在這個文件裡面 在HackMD這個文件裡面就會看到所有的規劃 以及一些想法 那這邊有提示到第一步 第一個區塊就會討論到說 就是共學討論這個風格到底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活動的類型 然後再來是說許願池 許願池的功用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聽什麼主題 或是想要許願聽哪一部分 或想要看哪一部分的主題的討論 可以再放在這邊 因為有些比較熱情的學友們 他們就可能不知道自己要講什麼 可是他們對於貢獻參與或是付出更多的部分 會有非常感興趣 也許這個許願就會引起他們的想法 喔原來這個有人聽啊 那時候我會喔 那我就從根開始 然後再來是規劃中 就是時間 時間還有一些細節還沒調整好 我們就放在規劃中這邊 那如果已經很明確的你要講什麼 或是主題名稱或你個人介紹 或是你想要推廣的理念都列出來了 那就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我們就會把它列出來 放在排定主題這邊 所以我們接下來我們回顧一下我們的 最近的一些活動 比如說阿米爸 執行Tense Forward Lite這個模型 它下集比較還會有個下集 因為兩個小時能講的部分不多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Fly Day的Fly的 那個比較輕鬆的聊APP的 然後在那個GaterTown那邊執行的一個聚會活動 然後另外就是今天的那個皮霸 它非常瘋狂 前天剛討論 然後隔天就立刻刷卡刷下去的 四波器這個 DS1054Z 對這個東西 然後對這邊有相關的一些細節 然後下禮拜的話就是有 波腿有一個非常神奇的一個 一個階層運費的小技巧 小撇步 我覺得這也歡迎大家來 來 交流一下 我們 因為我現在手上有很多資源 相信大家手上有一些 閒置的一些工具跟零件 也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加速 加速交流 然後再來就是 禮拜二是空的 那禮拜三的話是主席的那個 阿米巴Tense Pro的下集 然後再來禮拜四 禮拜四 禮拜四應該是 班班學第一場的國際交流 主要都用英文在 在討論 就是應該是主席 邀請的那個國外的Maker 跟大家分享 怎麼用 製造出那些 Chrome有 恐龍學好遊戲的那個分享 然後再來 禮拜五又是 Fly的Fly Day 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些空檔 或者是在下下禮拜的時間 有一個空檔 歡迎大家可以 跟 在班班學或在這邊提供 要交流的部分 或是你想要擔任 引導者的主題 那過去的活動 我們都秉持著這個 OpenSource的精神 就是把記錄下來放在這邊 如果你對哪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 回頭去看這些連結 這樣子 那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了解 班班學的那個 它是非常不一樣的 線上的交流活動 它不是課程 它真的是 大家一起 來聊天 交流學習 自覺跟共學 那我的這邊的介紹 就到這邊 有人說可以要來做那個 錄一個片頭 哇這也需要人力耶 我覺得那個 而且 這個東西坑也是有點深 要花一點時間去學習 那我就把這邊的 開場介紹 就講到這邊 然後就把麥克風交換給 匹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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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直接跳出來跟你講 直接跳出來 然後跟你講 我說 你講 日本片看太多 好 我開始來講 我架這個 架這個角度架好久 是 你的手 手指 你的美工照在你的手指前面 好 箱子太 太大了吧 箱子多大啊 箱子 看我沒有尺 而且為什麼裡面有一個 像是拉鍊帶的東西啊 哪一個 拉鍊帶 對 對 對 喔 探棒 探棒 探棒有四支 因為它有四個channel 喔 這個 這種 這種 那個啊 因為 我家都沒有接地 所以我通常 這個 我都會把它折掉 你們會幹這種事情嗎 直接折掉啊 不要折掉 我不會折 不要折掉 你沒有轉換頭嗎 不是 因為我家 我家的牆地 就沒有接啊 你用個延堂線 出來就好啦 不要理他就好啦 對啊 你要留著啊 對啊 因為折掉 這東西就沒有保固了 所以你們不會做這種事情 我們會去買個轉接頭 或者是說那個 那個 便宜的線會折掉啦 便宜的機器會折掉啦 嗯 貴的機器不要這樣做 原廠的機器不太會去折它 因為你另外一段是L型的啊 那很多儀器在用的是 大概都是用L型的啊 大概都是用L型的啊 那很多儀器在用的是 大概都是用L型的啊 那都這個啊 這條 這條應該是 這條不會去折啊 我是說沒有便宜的 因為我已經折過很多條了 哇 看起來不錯呢 滿四顆呢 這個 感覺就是不一樣 阿公版嘛 什麼阿公 公版嘛 公版嘛 公版 公版 公版模組啊 公版外殼啦 沒有啦 不是這樣講啦 就是人家是有專門 自己調過啦 但是很多是公版會做出來的功能啊 我發現一個問題耶 他的LOGO LOGO網路上不是都是那個黃底黑字嗎 然後呢 黃底黑字 你這台上面是 藍字 藍字白底 應該沒事啦 應該沒事啦 應該是仿的 連仿的機器都有仿的 這家公司在台灣有代理哦 你買的是台灣代理 我是跟台灣代理商買的 好啊 那沒事啦 沒事 他放心了 沒事沒事 他的外部觸發是放後面吧 等一下 我找一下那個 三隻 三隻腳的轉接頭 好 怎麼不有這件事情 你桌上沒有三孔的電源插座 沒有啊 我只有兩孔的 你拔別條線來插 不然你先拿其他的低頭來接啊 可是他現在是要躺著齁 他還是用L的比較好 把那個泡眉拿起來底下墊啦 我們可以說 我可以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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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的 我上电了 开关在哪里 前面吧 会动吗 等一下 它开机要时间 第一次开机 它的介面 使用介面是蛮硬汉的 它整个介面都是中文的 除了按钮以外 它可以调中文 它应该会送一个面板 没有 这不是泰克 这不是泰克 皮霸你先那个 language那边先调一下 对 language那边 反观好严重 我自己都看不太清楚 我们看得很清楚 对啊 我看得很清楚 我们看得超清楚的 你把你的台灯关掉就好了 台灯关掉 刚才不是台灯 这样子不是台灯 这样子是日光灯 哦 关掉好一点 language 所以它拳击都触控 没有 这没有触控 没有触控 这只是看起来很像触控而已 对 我想说它萤幕这么大 萤幕大就是触碰 好嘞 没想到 它只是把萤幕做得很大 然后从后面 这么大的触控萤幕会很贵 没有啊 试播器 试播器萤幕小的能看吗 可以看 对啊 萤幕就是要大啊 欸 萤幕要先改语言吗 先改语言啦 等一下 等一下你看不懂 好 学校那个 没关系啊 那个小小萤幕 泰克小萤幕 大家都看得懂 看英文也看得懂啊 对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按 然后有一个上下键 上面有上下 那一排有一个上下键 有没有看到 不是 不是 对对对对 不是 啊 你 等一下 你再按一次 再按一次 再按一次那个按钮 我跟你讲 在上边的右边的旋钮啦 还有旋钮可以扭 在你的手指的右边 上面上面的旋钮可以按 嘿嘿嘿嘿 你可以转 你可以转看看 有没有 都 然后按一下就进化了 有了 变中文了 蛮有声音 要有声音哦 还有带喇叭 要有声音 没有啦 他喇叭是有一些 有一些极限值的时候 他会叫一下 火腿 火腿 配一下声音 批发说要是 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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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是 呃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圈圈 那个圈圈是 批 你探棒的那个 你看一下你的探棒 配色吗 探棒配色啦 跟机器上面对应 配色啊 对啊 对啊 你看机器上面有四个颜色啦 哦 要把它套上去就对了 配色这样子 可是这样 这样会比较 会有帮助辨识吗 为什么不整支做那种颜色 而且都用 贵啊 贵啊 哦 是啊 缺乏单性 我们没有艺术气息 没有办法用整支 不同颜色的探棒 真的哦 对 我要黄色 怎么怎么觉得 那其实没差啦 糟糕 我有一点 我有一点被霸凌的感觉 没有 红旗我觉得有差 我同意你 红旗等一下就把那个 就把反观了 因为在实验室里面 他不会有太多特殊的颜色 有时候会会摇 那是套哪边的啊 皮包套对地方的 不是吧 不是吧 是前面吧 前面前面 照理说应该是前面 每一支不太一样 应该是前面吧 尾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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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尾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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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用緊張可以拉開 它不會斷 你從後面套 你不要從那邊拉很開 你可以從後面 線的那邊套上去 就不會拉那麼開了 原來如此 琵琶還有就是說 你電錶 你不是常常用勾針嗎 嗯 對啊 你這個 你可以把這個 你試波器沒有用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頭拔下來 然後直接插到電錶的頭上面 頭拔下來 頭 前面的黑色那個 這碳棒的頭可以拔下來 我們頭長這樣 不是這個頭 另外一個頭 碳棒端 碳棒端 頭拉下來 勾的可以拔 對對對 然後之後你右手 右手那一隻 那個勾子 不是 對對對 對對對 那有些電錶可以裝 對有些電錶可以裝 你要先把它的那個 對對對 這樣子看看能不能套上去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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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太太吵了 那就不行啊 你要再去買它專用的 有些可以通用 有些可以通用 對有些可以通用 電錶大概都不能用 先教證彈報 對先教證 先接到抗1 他有一個鎖 你要轉 他會卡一下 對會卡一下 然後之後 你看一下你的抗4 右邊 對 對 對 他對那兩個勾子 你就 兩個勾 寫什麼 看不清楚 他有下面應該是地 上面是方波 1k赫紫方波 對上面是1k赫紫方波 然後下面是 下面是接地 所以 上面那個 所以把那個碳棒勾上去 勾上面 碳棒勾上面 然後夾子夾下面 對 Auto按下去 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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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還沒還沒 還沒 你把那個碳棒 碳棒千萬不要折到 他平常收也好 用也好都要保持他遠遠的樣子 沒關係 這給我 對對線 不要去折 不要去折 你收納也要像他帶子一樣 這樣捲成一個圈圈 沒有啦 線收納都不要去90度 或超過90度去折他 這個要調嗎 一倍十倍都 都可 不用啦 你先用一倍 你先用一倍 都可以 都可以 勾上面然後夾下面 你那個 乘1乘10要知道 碳棒現在是切哪一個 現在乘1 好然後你現在勾好了之後 你按一下Auto 有Auto嗎 有有有他有Auto 不同顏色看看 右上角 這個這個 然後這他會有計電器的啪啪啪的聲音 然後這他就會有有有有有 校正 有出啊 可以啦 預設預設是這樣 然後 皮膚你看那個袋子裡面啊 他裝的他媽在裡面會有一隻小條棒 剛才那個 對 黑色那個小條棒 我跟你講什麼時候要挑你看那個方波 看那個方波爬上去的地方 掉下來的地方 在那個轉折的地方 他如果有有突起來或變圓圓 他就要調 你現在可以調啦 你現在可以調 然後你只是要把它維持 就是像現在這樣就好 你這個要練習一下 就是 碳棒 剛剛的乘1乘10 上面有一個小的那個殼變電阻 殼變電容 殼變電容 很棒 他有個洞 他有個洞可以伸進去 你剛剛乘1乘10那邊 喔 都棒子上面喔 對對對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裡面會有一個像一字可以轉的地方 對 對 你輕微的轉轉看 然後你看那個波形會有變化 對 是一字的嗎 我找到對的 我找很多內 沒有感覺 還說其他碳棒 碳棒還是假的 還是假的 一般來說不會 欸 插手 你要切到層10去啦 嗯 重新校正一遍 可能調起來比較有感覺啦 切到層10啊 切到層10啊 切到層10 然後再auto一次 然後再auto一次 啊還有 你內部最好 那個 配比也切到層10去啊 他現在有點遠遠了 所以你要去轉他 哪裡有遠遠 左邊 對對對 陳一般來講 用20Mb以下的信號啦 所以一般其實很多人在用碳棒 其實他基本上都在乘10下 因為他比 會 響應 會走比較高啊 有沒有看到他的那個 那個圓圓的慢慢變方呢 還好 還好 沒有沒有很明顯 好像沒有變化 醫治我對不太到嗎 對不太到 OK 不太可能吧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一字 沒有那個 他是一字還是十字的啊 一字的啊 我給你們看 等一下喔 鏡頭在哪裡 沒有我會說 我會說他裡面 一字啊 我是說 我是說他因為很難 唉唷 對不太到腳 很難戳到 太小 對不太到腳 不是很難戳到 因為他 他體質頭很鈍 他這樣看起來沒變化 是怪怪的 他應該兩邊 兩邊各是一種頭吧 沒有一大一小 兩個都一字 唉所以瞧不到嗎 還是他沒有做 不是做在碳棒上 有 有 太多了 再少一點點 剛剛沒轉到吧 有啦 有轉到啦 現在差不多了 有點 有一點 有一點多 我轉一次他就Wiki啊 蛤 蛤 這麼誇張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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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比較便宜 然後如果你要買好一點的是陶瓷座的話 GOOD有出 日色螢光 你不會把他當螺絲起子的吧 所以叫他負的就好了啦 所以大海用塑膠是其實為了避免傷到他那個 那個那個可調電阻嗎 呃不是是怕那個金屬影響他的電廠 哦電廠 對那個電容紙會跑會不一樣 你在調的時候是一個樣子 可是你拿離開之後 他會變另外一個樣子 了解了解 通常是買陶瓷的會比較理想吧 嗯 那個塑膠的有時候就塑膠做很難 基本上你想花錢買是ok啦 但是用他現有的就好了啦 啊有調調調調調調可以了 可以可以可以了 好過來 過來 一隻一隻條一直一直看嗎 過來 然後這剩下是什麼東西 他還有彈簧 那為什麼有彈簧 彈簧 維修包如果你東西壞掉的話 哦 要嘛 ok 然後還有一個這黑色的 怎麼叫以下面的 不曉得 彈簧也不曉得做什麼用 他的說明書應該會講吧 對啦 我想說你們不是都不用說明書 哈哈哈哈 他寫接地彈簧 啊 哦 不是那個夾著彈簧吧 嗯 在什麼前用接地改善高頻響應 套在探頭前端哦 好酷哦 哎 你套套看你把那個彈簧拿起來套套看 因為我猜他是在測那種高頻的時候用的 因為 測高頻的時候地線跟那個 探測頭可能是遮罩啦 彈簧可能等下 裝上去可能像一個遮罩啦 他不能離太開啊 他會讓前端變成兩個端點這樣 啊那個時候怎麼套 我不知道啊 嘿嘿我第一次看到 你把那個套子 那個前端碳棒夾頭拔下來 我拿一下 然後套進去看看 對他有跟針對啊 他這樣子 你因為你那個 頭看不到你的手啊 頭拔掉 那個頭拔掉 頭拔掉之後然後你套進去 你看那個白色那個金屬色的就是地 所以他套下去之後 他這樣是不是前端形成兩個尖端 看到你左手而已啊 這樣 你要移入中間一點 對對對你要過來一點中間一點 這樣子他是不是形成兩個 你可能沒有套到底 對對對 你要套到底 這個手來的正好 你那個彈簧要套到底 你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套到底 小心不要刺到 嗯 小心小心 彈簧可以轉 這樣子他就前端就形成一個一個地 然後一個信號嘛 這樣子 對 測高屏的時候就會這樣用 因為 因為高屏那個地不能形成一個太大的回路 地不能太遠對不對 對不能太遠要靠很近 哦 還蠻有趣的 嗯 這牌倒耶 小心 小心 用轉的 你用轉的 順著螺紋轉 就可以轉出來 哦 OK 量機密的東西也不能太遠 嗯 我覺得你其他探訪就是有用到再來看校正好了 就不用一次全部 因為時間時間久了你還是你如果久久用一次你還是每次都要做校正 嗯 就是避免他 剛剛這件事情每次都要做 久久做一次啊 做什麼事情 AUTO嗎 不是啊 校正 校正 那個高屏響應的那個校正 嗯 基本上如果你都用誠實的話 你也不用太校正他 而且你有時候也不care他的前後緣的那個施針啊 除非你除非在查信號施針 你才要先把碳棒校正啊 嗯 OK 那你不談 不不不不在查信號施針的問題 你只要看信號有沒有的時候 其實你常常也don't care 他那個前段施針的問題啊 他那個前段施針的問題啊 嗯 後過來 然後 然後 然後你要開始做量測嗎 嗯 嗯 好 我今天早上跟順潔特地去買買那個LM358 所以你們是網友見面會一起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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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買買電子材料 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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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很大間耶 比他能獲取全 哦 然後大海你 你有那個是波棒的材料我也買全了 對啊我好訝異喔他竟然CPU有賣耶 嗯他沒有他沒有賣C8T6他就賣 那CBT6跟C8T6差哪邊 CBT6的那個層次容量是那個128K 然後那個C8T6只有64K 就大於他兩倍所以那個沒有問題 對啊 240K的 對 然後他只比貓蛇多10塊錢 可能貴在盒子上 那盒子咋扣 貓蛇就很貴啦 那個不錯啦盒子可以重複用 好 接下來 你不要先拿昨天你那個 那個什麼 ESP32的程式來拿來看嗎 哇 好 昨天玩的那個 正 正 選一波 皮霸你那個電池還有問題嗎 你還是你量的出來嗎 我後來就沒用了 如果如果之後還有問題的話你就寄回來給我 應該沒問題啊沒有啊就是那個 他用Python沒問題啊 就是我們那時候我們那天不是卡用C嗎 不知道卡在哪裡啊 他Python有在跳嗎 有有有Python有在跳 有在跳就好沒有在跳的話就是有問題 有 還有一點那個皮霸你要看一下說明書那個碳棒它的內組是多少要知道一下那個剛剛講的乘一乘十喔 還有一點那個皮霸你要看一下說明書那個碳棒它的內組是多少要知道一下那個剛剛講的乘一乘十喔 它會牽扯到輸入主抗就是這個碳棒的輸入主抗那你如果用乘一檔對不對 乘一檔的話 它的它的輸入是零輸入主抗是零直通啊 直通進去那那這樣子會 會在就是造成它量測的時候的那個負載效應會比較大 因為試波器這邊的主抗比較低的話它會把代測物那邊的那邊的主抗拉下去 那有時候量到的那個信號就會失真就會變得不一樣 所以剛剛會說我們習慣上都用誠實檔 因為誠實檔會提供比較高的輸入主抗 通常是10MG 那所以你要看一下你手冊上面講的 這個其實也沒有在我們現在在玩的地方也沒有那麼需要特別注意 只是說要知道一下它有這樣的差別 乘一乘十除了爭議就是說它輸入的這個乘一倍乘十倍的差別以外 另外一個差別就是輸入主抗 這個是要知道一下 可是它沒有手冊 你看一下你剛剛那一包裡面沒有幾張紙 就剛剛那個碳棒的手冊 碳棒的那個 就這張紙而已等一下 你看它這邊就教你怎麼樣去調整了 那就是我們剛剛在做的事情 通常是減碎減筆輸入電 輸入電阻 基本上量測20MG信號就用乘1檔 如果你超過20MG你一定要用乘10檔去量測 對 乘10檔的電壓摔減就10倍了 所以你那個內部要設定對 那是看那個輸入電阻跟輸入電容 機器你去你的Channel1234旁邊一個旁邊那個IF看看可不可以調 好厲害喔 你的那個4連1234按鈕 旁邊有個REF Mass是做那個運算用的 就是SY不同Channel做運算 你是看一下那個IF參考的 他有沒有念不調整的 按下去 旁邊是 燈光才是很難搞 信號Channel1 偏移 左邊看起來好像沒有 等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什麼周周周邊設定 這個通道通道設定 使用周通道 現在要調什麼 調倍數 倍數 應該不是RIF吧 應該不是RIF吧 那就要 應該按CH1那一個 對啊應該要CH1 按CH1看看 對 對看棒看棒 誠實那個沒錯 他誠意還誠多少 現在是多少 那1010沒錯 10沒錯 對 比棒你按那個 你調調那個 碳棒的乘一乘10 看他會不會自動跳 調碳棒的喔 按下去不見了 沒有沒有不是 我是說那個檔位 他會不會自動跳 沒有沒有你現在不會吧 你先調 你現在先調 你就隨便調一個 然後你按一下AUTO 看他會不會自動跳 嘿嘿嘿 怎麼自動跳 都會跳出來啊 那有的有的可以自動跳 你再按一下那個 然後你再按一下CH1 你再按一下CH1 沒有他不會跳 所以你要調到對的喔 應該沒有機器會自動跳的啦 有啦 有啦泰克的會 泰克的會 應該沒有 我這台就會 那個 碳棒 你把它調對啦 你要把它調對 現在是誠意還是誠實 現在誠意還是誠實 然後你要調對 現在誠意就 你說的是自動跳 他兩側的電壓 都會跳出來正確的嗎 對啊 他那個 他那個 因為那個是要泰克自己的 自己的碳棒 配自己的機器 然後他上面會有一個 他會有個開關啊 那個碳棒是有額外的訊號線啦 所以他知道 對對對他有額外的訊號線 對 所以我在猜他有沒有 這應該是沒有啦 看起來 OK 楊竹來看起來OK啊 對啊還蠻好的啊 好那我們來看屏幕 你按那個 你按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 然後他有數學運算嗎 然後 他 他有單獨的FFT按鈕嗎 欸對齁 可以找一下 有些會單獨做 他剛剛有跑一行字啊 好 沒看到 彈高出來什麼 底下運算關閉啊 運算打開吧 運算打開 第二個運算打開 有了有了 然後你要讓那個坡型密一點 所以你要轉那個水平 水平在 第二個大拳鈕 右邊那個 你把他往左轉 密一點 然後你就看那個那個就長出來了有沒有 就昨天講那個是嗎 對對對最左邊那一根不要看那一根是直流 然後第第2個大根的第2個高的那個就是主坪 主坪 然後後面的就是他的斜坡 對那根就是零的地方是直流啦 直流 鉛率在零的地方是直流直啊第七直啊 那哪裡有寫零 沒有就是這個 左邊的最左邊的坪形 就是這樣看最左邊那個就是直流就是零 然後 你過來看的那個第2根就是 第2個突起來的 對對對 因為因為你現在為什麼會有直流 因為你產生的是零以上的電壓有沒有 你不是有一個128加還是什麼忘記加多少 所以你整個坪形都在零以上 所以他會有一個直流 對 然後第2個第2個高峰那個才是主坪 然後你這時候你可以打開那個 那個游標 游標在哪裏 游標在科手就是那個 就是 中間上面 中間按一下 那個數位信號的課裡面就是講 所有的波形都經過正旋波 不同頻率的正旋波 去組成的 三角波好像就是 是 激素還是什麼 是激素嗎 激素斜波 他這個他這是用每加的 就是一個一個一個 變速讓你加減加減讓產生的 你先用選手動調整 每一個槓就是在那個頻率點的能量 沒選到轉太快 不是他一直跳 按下去的時候會那個 手感太差嗎 使用者體驗不佳 然後你看你現在的游標 是在channel1就是上面那一組波形 所以什麼是游標 游標 有多一條線 出現那個虛線 實現那個白色的 對對對 然後他現在游標類型是兩個直槓 你有沒有看到他寫兩個直槓 所以他 他應該在 某個地方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直槓 可能被那個遮住了 然後劉寫兩個直槓 這個 游標類型 對對對 我想到了我可以用那個 註解 游標類型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然後你你現在要研究一下這個信號源 你把它按一下這個這個信號源按一下看有沒有那個FFT 可以 因為我們想要看這根是多少頻率 信號源 按一下 然後MAS 對你把它選MAS 好 然後呢 你現在轉動 轉動這一個 這個旋鈕 這一個 轉這 你現在先讓這個 先讓這個關起來 再按一下關起來 這不是喔 要怎樣才能關起來 你按上下鍵可以退出 然後你現在轉 你現在轉這個這個游標就在動 然後你把它轉到這一根來 這一根 然後 我們現在這邊字看不清楚你要你要讀一下這裡面字寫什麼 等一下 你說轉到第二根喔 對 對對對 第一根是多少 要不然你看這個也可以這邊寫400啦 然後第二根游標寫5K 所以你現在 零赫子 你說要看哪邊的字 左上AC 左上Table AC AX 幾赫子 這裡 這裡是一個然後你這邊啦 這裡也有一個 這裡也有一個可以讀出來的 他所謂的A游標就是左邊這一根 B游標是右邊這一根 這樣OK嗎 你說這個左邊這一根這右邊這一根 他他現在 因為為什麼因為我們現在游標類型叫做兩根槓 在這裡兩根槓 對對對 所以他就左一根右一根然後這邊 看起來這邊左邊左邊這根是A然後這根是B 然後你現在 你現在要量的應該是這一根的頻頻率 所以你應該把游標轉過來這裡 第一個是DC能量啊所以你會看到DC能量是多少 他剛停過 拉過去就20 所以DC能量一定在零赫子 所以他可能是科度解析度的關係所以他好你現在是480 然後你記不記得你昨天 做的然後 如果不知道沒關係 如果不知道你選這一個 你選這一個 這一個會幫你量 上面這一組是多少頻率 我忘了 他沒有寫 有啊那個 看一下 沒有 等一下他他跳什麼 他跳什麼 啊你你你 Exacted item 不知道什麼意思 啊你應該要跳回CH1然後 那個 再量再按嗎 嗯 就 就是這個信號源切回去 你可是 我以為這個是單獨測量的 不知道 猜測錯誤 然後再按一次量量測那個 頻率 頻率 還是不行 嗯 還是要跳出Math模式 你先把Math關掉 嗯先把Math關掉 按下那個Math按鈕 Math關掉你應該是 可以直接點 對對然後 數學運算 運算關掉 運算 左下角有人說左下角 有人說左下角 可是我們現在看不到左下角是什麼 你關掉了 關掉了 然後你你再去按一下這個頻率 看他會不會幫你算頻率 喔左下角會顯示啦在這裡啦 FREQUENCY啊476 好所以所以我們我們整理一下皮霸你剛量的那個頻譜是不是告訴你480 然後我們實際上這個在他用那個用測量的方式是470幾 有感覺嗎 哦 是沒有 他太有點忙了 就是 組組平的話會比較好看出來就是 我們剛才兩出來組組 FFT出來的組平是400 大概400發左右 你這時候要把那個 Cursor的 的那個 把它 調到下面 A游 A游標 你把關了 這個信號源 這個要改成MAS 信號源改成MAS 就是你要 知道游標在哪邊 對對對 好 然後這這邊啊 A游標他是告訴你 AX是不是 AX等480 對對對 這個也可以啊 然後這裡這裡也有 然後這裡 這裡是 哪裡有 這裡是 然後左下角這邊是我們按左邊這個 這個內部的那個測量功能 測量功能測出來的所以你看 他就可以大概接近 為什麼會有差別是因為 頻譜這種東西數位化的結果 他是 他是有那個 解析度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看更細一點的這一根到底是多少 我們剛剛不是有那個水平旋鈕嗎 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是 我們說把它上面調密一點 是講那個水平旋鈕嗎有沒有 嗯 然後你把水平旋鈕再轉密一點底下才會展開 你要越再轉密一點 好那你這時候再去調那個游標A把它調到這一根然後你就可以 看到更細的 頻率值 不過他看起來都是12字在調 所以怎麼看都是 好他現在有點接近了460了 然後他 左下角量測只是454 差不多 那個 一點點 然後 然後你看到他這個第2根是多少你可以把 B游標叫出來 這是 你應該是按那個 等一下 右上角那個旋鈕上面不是有個小小按鈕嗎 他就會切 我標對不對 這裡這裡 這個 他是不是會切切換這個 你看你現在已經是B游標了 對我剛剛按這個 喔對 可以啦可以啦 這樣也可以 欸 等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 那根沒有變實線 你 要改B游標怎麼改 欸 不是這樣子嗎 這樣子啊 欸可以可以 對對對 欸 可以 他是那個啊 他是兩個 或兩個旋鈕控啊 可以啦 那就一樣 以B游標到第2根 對第2根 我們現在看第2根這一根是多少 好大概是920 然後那個460乘以2啊大概是大概是910幾那個嗎 對就920啊 920啊 啊這樣子是兩倍啊 對 兩倍 可是實際上為什麼 我跟你講 你今天你今天這個上面這個坡情你記不記得你是加上去是一個只剪下來的 所以他兩邊斜率不一樣 所以他其實並不是一個標準的那個三角坡 對 就是兩邊斜率要一樣如果你能夠做出一個 兩邊斜率都一樣的今天我們如果看到下面這個平譜他就會等距 他會等距 你看他現在不等距喔 現在在這邊一組然後這邊又一組然後這邊後面又有兩三根 很奇怪對不對 就不漂亮就是他不是因為所以你現在可以改改 你可以改那個 層次 你就直接把它改 改裝的層次喔 對 應該很快吧就是然後你把它改成都對稱的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有變化 好來 可是我把他砍掉了 不過那很快 等一下我拿我椅子 我一直都站著 我也是站著啊 你為什麼要站著 我就從 我就從幾個禮拜前我就覺得說他每天回家做的很 很不對所以我就把桌子調高 你有買升降桌 之前不是要討論說要升降桌的椅子叫團購 不是 可以去買升降桌 不是我不是升降桌 我是 手動的 那螺絲鎖的 我也是IKEA買的 可是他旁邊就有很多洞洞 所以我可以調高度 我就是那個藝術家的畫畫那種的 也不是啦 他 我跟你講這張我每次都是撿那種 就是 這張這張IKEA他是 其實是退退貨的 那種叫什麼 什麼什麼品啊 我忘記了 NG啊 NG啊 嘿嘿嘿 就是他旁邊最旁邊那個區域嗎 組裝好的那一種嗎 對對對對對 是人家退回來的 而且還有瑕疵 然後那時候他 他就是賣四折 所以我就去挑那一張 對啊去IKEA我也很喜歡 逛那個區域 看有沒有自己想要 他就是還很還很好啊 他就也沒缺東西 他只是 就是表面有刮傷 還是那個螺絲是怎樣的 對 沒想到大海 我們都有一樣的想像吧 就是會去看一下那些 我不知道 你那個 皮飯你中文沒有切 中文輸入沒有切 中文輸入沒有切 他就會貼起來 會貼兩行 會貼兩行 我這個問題也是我昨天 我昨天一直想忘記問你的 原來是中文的關係 為什麼 為什麼在這邊每次都會貼兩次 對啊 哪邊啊 就是 Arduino IDE裡面 如果你中文輸入法沒關 然後你去做貼上 貼出來的東西會變兩份 哇 是 我不知道耶 各位玩Arduino 玩十幾年都沒發現這件事 Windows不會吧 Windows不會 Windows不會 Linux 也不會啊 又沒有選擇 會是不是 對 還是這其實是M1的BUG 沒有沒有 以前的MAC老MAC就會這樣 對會重貼會多貼 對 對 serial pole也有開嘛 你就乾脆也丟字好了 蛤?要這麼複雜嗎? 不要不要不要等一下 你這樣Po行會那個 會死掉 這樣不行不行 他不是可以查那個嗎 serial pole的值 也不是serial pole i2c那一些 基本上都能查 對對對 VAC 我們才做這樣 幾個實驗而已 就已經一個鐘頭了 對啊皮疤都還沒破解 哇 對齁還要破解 我們會不會親眼看他變成磚頭 那就很好笑 不太好吧 我覺得要等皮疤玩一段時間 再來升級 讓他變成磚頭 不要第一天就變磚頭 呵呵呵 Poto下去是嗎? Poto? 有啊有出來了 有出來了啊 你看齁 FFT要重做吧 對 對啦 有啦這樣這樣對了 你那個拉那個水平旋鈕 把他Po行變密一點 再密一點 對 然後你移動那個游標 這樣再開一點 再開一點 你要多看幾根 開一點點 開一格 好 然後你現在去看那個第一根游標 跟第二根游標的頻率值 現在不能調耶 因為你要按一下Cursor 對 然後這樣就可以調 好這個停在第二根 第三根 停在第三根 不不不不 對這一根 然後然後你是怎麼樣改變那個的 按一下就好了嗎 按這個 按這個 然後 好然後你就看啊 第一個是350 第二個是1040 然後350 1040 這幾倍啊 三倍左右 三倍啊 三倍呢 三倍是1050啊 嘿 所以你看喔 下一個等距的大概也是 就又是一個三倍 對不對 這種叫做那個 機次斜坡 135啊 你就說這邊又差1050啊 不是不是 會是135 對 就是五倍嘛 五倍 五倍啦 五倍 哦五倍哦 350的五倍 這樣叫機次斜坡 350的五倍是 1750 嗯 差不多啊 啊我我知道 我現在看到這個現象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呵呵 那是 欸那個什麼 複裂極速展開的 結果 你可以回去看工程數學 哦 我知道你意思了 你意思是說 你意思是說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都有各一個賽波 然後疊起來會變這樣 是不是 對對對 那個賽波會有一個 就是我三分之一五分之一 那個樣子 嗯 對 他就有一個乘以一個係數 那那那就是那個倍數這樣 然後然後琵琶 那個雞 雞藕的雞啊 他寫起來是不是尖尖的 雞藕的雞 寫起來尖尖的 對 這是大海技法嗎 對對對 所以他是三角坡 然後你另外如果是藕刺 藕刺斜坡組成的 藕的頭是平平的 所以藕刺斜坡就是防坡 巧合 巧合 是巧合嗎 還是冥冥之中 自由的安排 讓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賽波 可以啊可以啊 你已經會啦 可以啊 嗯 可是那個賽函數是什麼 就SYIN而已啊 幫波斯基歐 G加歐啦 那可是 他現在寫賽比較快啊 不是 我要回去 他原來那個 直接扣他的 你直接扣一下 那那個 可以讓我 提到去念工程數學 我現在沒有力氣念數學了啊 對啦 你爸覺得心累 不過我覺得 念數學很有趣啦 SYIN 對對 後面 後面把他拿掉 後面 後面 就是 平移要嗎 要啊 平移也要 對 因為他沒有附的 你不能讓他有附的 然後那個 關號 對對對 小心一下就可以 確定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就直接 不是因為他 Mac沒有Delete 我 有啊 組合鍵 對啦 要用組合鍵 對啊 我有時候都很想要 Making 一個Delete 你再做一個 按那個 鍵盤啊 像上次那樣 沒有啊 你就用我上次PO的那個 單鍵鍵盤就好啦 欸 百分之一 沒有 皮爸也有做一組啊 就是你再增加一個 再增加一顆進去就好 沒有沒有 你就做一組就只有一顆 然後之後 你就是那個 所有快速鍵 都是用MOS code去打 啊哈 哈哈 就解決了一切的問題 嗯 你可以去紅旗那邊 剛好看到他有在賣那個 踏板的開關 可以拿來改 踏板開關 那個是我賣的啊 在我家 這個我要講一下 這兩個開關是有故事的 什麼故事 就是那時候 不是有一陣子 FB很流行 那個什麼 電競踏板 沒有沒有 電競踏板 電競踏板 對對對 然後我就看到就說 幹這種爛東西也可以賣到一千多塊 嗯 然後我想說幹那我就自己來做 然後結果買來的時候我就不想做了 為什麼 我好爛 所以說我就在淘寶買了兩顆回來 然後這運費又超貴 然後這我又沒有做 是 我覺得他每八度你看他的 他的那個 不漂亮啦 對 對啊 剛剛三角型的比較漂亮 沒有啦 你先產生資料到RAM身上再來處理啦 這什麼什麼RAM 查錶法啦 不要去call 程式不要去直接產生Sign的值 直接丟啊 查錶法 把它轉到RAMBUFF去再去做FORLOOP 哦 你這樣一定不準的啊 張舊仁教不到怎麼寫 那個 不是啊我會啦 就是查錶而已啊 就先算出來然後存在入裡面啊 對啊 那只是那個你要先算多少 多少刻度出來而已 對 你把那個水平一樣再縮小一點 他其實有交越失真 就是你你可能一個週期 到下一個週期他中間沒有接 那個數字沒有 有一位 他現在的問題是每次計算的時間長度不一樣啦 對對對 欸你可以沒有皮膀可以把那個 拉開來已經看 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欸不是是對對對拉開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他每一個防波的時間 其實不太一樣 哦對 真的 嗯 嗯 對啊 就就有這個問題 然後所以你縮小起來看你你的那個主 你雖然有一個主頻哦 啊但是你還有其他的斜坡 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不要的嘛 啊那個 那個就是我 哦你是說 有不應該 不應該有這種斜坡是不是 就是 不是不是 不應該 不應該有這種這種東西是不是 不是就是 理論上應該只有一根 對 這應該只有這一根 然後旁邊這個也不能這樣圓圓的 然後這個 這也不能多出來 然後這個多出來的這就叫做斜坡嗎 我不管他是幾倍 哦 他就是斜坡 那這個斜坡的成分 我想想你昨天講減血運動的斜 對對對 然後這就是總斜坡失真 就是這一些 這一些高度全部加起來 除以這一根的高度 就叫總斜坡失真 啊 理論上不能有後面嘛 所以你你如果後面都沒有成分 後面的成分就是零 所以你的理想總斜坡失真是零這樣子 但是你這個例子來講 今天這個例子是 他是有總斜坡失真的 所以這樣不可以 就是大概我就是想講這樣而已 好 現在可以玩I2C 我要看I2C結 哦 耶 可是我不知道要用什麼範例 你就直接用那個I2C 不是有一個那個I2C detect的嗎 你不用接啊 你就是直接用I2C detect 所以他應該就會丟東西出來 哦不用不用接接模組是嗎 對對對 I2C好像是獨立的吧 I2C detect是一個獨立的 不好意思按錯 是一個獨立的程式庫 是不是 這裡有嗎 這裡沒有 這是 這是serial 哦 欸 還是你沒有 我有我有 其實我要想一下我放哪裡 SpaLite SpaLite 沒有 這是有用嗎 我不知道 說不定會有用 I2C detect 就把他的名字當 有有有用耶 欸 Scaner OK 這我自己的啦 所以我叫Scaner 好 現在在查I2C嗎 對啊 好 你就把他直接 WiFiBOY 你看這我自己 欸 然後你 222323 就一個是Clocker 一個是那個 那個 SDA 所以你要 欸 你有買12S 32S喔 有啊 32S不是最流行的嗎 32S 你現在不是要燒進去WiFiBOY 你現在不是要燒進去WiFiBOY 對啊 所以WiFiBOY就選這個啊 哦 OK 好 然後I2C怎麼量 他是不是要兩個圈喔 對 那有 對 所以我要再查一次 是 這樣就先看 可不可以掃到東西 他應該可以掃到東西 哦 對齁 他現在是在WiFiBOY上面 已經有周邊了 對 應該會有一些東西會Jump出來啊 唉呦 0x19嘛 嗯 可是他他就這樣一次而已 哦 會連續OK 那這樣就可以啦 那你這樣就可以看他 看他傳訊號 對對對 好 這是 2322 2322 2322 可是哪一個Channel接哪一隻腳 他有沒有說明 還是你打開那個 我剛剛我剛剛有看到他的功能 在那個你右邊 對 2323 你是說這個嗎 我是說試波器 哈哈哈哈 哇 今天從剛開始到現在一直都在機銅鴨講 試波器 你在按 我記得你在按哪一個時候有看到那個 你糟糕我忘記了 你那個REF的燈可以讓他按掉嗎 我不知道那個REF要做什麼 欸 欸 好沒 有按掉 OK 數學也可以關掉了 數學再按一下把他關掉 數學自己下面這個區塊 對 對對對 沒有要看運算值 運算值 運算值好像剛才放在那個 對對對 我講起來在運算值 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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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是嗎 不是吧 還是reference 他放在哪裡啊 我只有剛剛有在哪裡有看到 還是reference 還是游標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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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不是游標 不是游標 欸 是游標嗎 你按一下游標 按一下游標的按鈕 嗯 然後 這個不是 應該不是吧 因為我記得那個模式裡面沒有 還是你看最右邊有個按鈕 我剛剛有看到一個叫MOD 有這裡 可是我有印象剛剛有看到 你按按看 reference嗎 reference好 reference好 reference再按一次 對 然後 通道設定 通道設定 不對 信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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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 那要去找了 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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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又被RTFM 不是 他的說明書很勇工欸 他幾個 幾個字而已啊 欸 那我們來看左上角Menu按下去有沒有說明書 他沒有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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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什麼 左上角Menu按下去啦 左上角Menu 找那個解那個I2C的功能 那個不是 那個也不是 那也不是 說明書 沒有沒有你看你看上下頁他有好幾頁啊 哦 等一下上下上下箭頭 上下箭 在剛剛右邊我們在右邊那一組 再按一次 說這個啊 也沒有 沒有你現在這裡這裡還有這裡還有四頁你剛剛是第二頁 等一下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你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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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你剛剛 對你這樣子看 因為他 哦 他水平好像水平有四頁然後垂直有三頁吧 哦 對對他有寫 他有四個點點嘛 四個點點說他有四頁 都沒有啊這都不是啊 這個這個感覺是Majorment 就是他只是在做兩側 可惡啊 為什麼我想不起來 剛才好像有看到的說 對啊 我就印象中我 在轉什麼的時候看到了 對對對 對對對 等一下你是按哪一個觸發類型 我按這裡有個 我按這裡有個Menu Menu按下去之後 然後我點這個觸發類型 你試試看那個I2C 在下面再倒數第二個 還有跑掉了 按下去的時候要很垂直按下去 哦有了他講 Channel1是SCL 然後 Channel2是SDA Yeah 等一下 我到哪裡 我到哪裡 原來是Menu 觸發類型 現在怎麼游標都 裡面線都不見了 光啊 現在沒有沒有觸發 所以他就不產生啊 不是啊 是這樣解釋吧 不是吧 他連那個 你說曲線不見了嗎 對啊 對啊 不是曲線了 信號 信號不見了 信號還沒接啊 還沒接應該也要有 應該會有東西啊 你 剛剛是不是按到那個 不一定啦 那不一定會有東西啊 那個 你右邊按了嗎 信號哪一個信號選什麼 然後 觸發條件的關係 觸發條件吧 不一定會抓 因為他寫 他的觸發方式寫普通啊 有啊我看到了 一般Normal就是one shot的意思啊 所以他現在不會有 不會有波形 那個要等有送到 就有波形了 對 這個 這種Protocol看one shot很合理啊 他有直接解碼功能嗎 那我們現在不是 他直接解碼嗎 有吧 我們那天看Spec 不是有才買的嗎 哦 那要可能要走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就把他放到 放到火腿的賣場吧 哈哈哈哈 SDA是 SDA是2 Gonna2 Gonna2 然後你跟那個 WineHairboy的D也要接 WineHairboy的D也要接 WineHairboy也要接 兩個D接到他的D 有 有 我們沒有東西 你Channel1 Channel2按一下 兩個都10倍是嗎 你彈棒都10倍嗎 他看他探棒 跟E探棒 他現在是在Wait 他那個Wait Wait 代表他在等待觸發 對啊 怎麼會沒有觸發 為什麼 還是你再按一下Auto 你WiFiBall有送嗎 有啊 他剛剛就是一直重複在Run 連Auto都沒有 出來了 可是這樣趕快 你在你在你在 你在改那個 剛剛去查I2C那邊 那個Menu Menu 然後改I2C 這樣也不對啊 觸發方式改成普通 觸發方式改成普通 就是 倒數第二個按鍵 不是SPI 不是SPI 我知道 現在看P-Bar的視訊好Lag 然後底下有個觸發方式 再上一個 上一個 上一個 按一下 然後改成普通 其實他普通不是單極 普通是有觸發才會進 那 你的觸發 你的 你看一下你鏡頭轉到右邊 他應該有個Trigger Level 有沒有Trigger Level 在那個 水平旋鈕上面那一顆是什麼 他有寫字 這個 那寫什麼 Position 不是 那右邊 右邊那一顆 右邊那個小旋鈕 那個Level 那你就轉那個 轉那個Level 轉那個Level 然後看那個螢幕上 有啊有在動 然後往上一點 往上一點 他是要 等誰的觸發 往上一點 超過那個黃線 超過 可是也沒有 沒有觸發到嗎 好奇怪 那你到下面 那有跳 有瞬間有跳 那有閃一下 那有閃一下 那你往下轉 轉到藍色那邊 不適合 沒有啦 觸發方式一樣再改回去普通 普通 對 普通 然後 那個 再轉回去 那個Level 再轉回去 轉回去上面 轉轉轉轉轉 再轉一點 再轉一點 快到的時候 再來一點 真的都沒有 研究一下 都還在這位置 他有他沒有 沒有看到 那你往左轉 轉到第二個 剛剛那個 Channel 2 那一個位置 往左轉 就是Level 把他轉 對對對 也沒有 那就要看說明書 還是你看一下那個觸發設定 觸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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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雜訊意誌而已 他只有雜訊意誌 哦 我發現他好像這個機器有說明書功能 有在哪裡 右上角有個 左邊那一排是設定 觸發 左邊那排不是吧 那個是在測量 誒 說明書 可是他寫什麼 Channel 什麼不可能 我怎麼不可能 當前菜單下 該鍵不可用 當前菜單下 該鍵不可用 他是在講 講按鈕的那個功能 是不是 那應該是 那應該是指 目前 狀態下 你可以做的事情 哦 哦 我現在怎麼坑走 那你是HELP 再一次HELP 他的HELP沒有HELP 看起來像設定觸發的啊 叫HELP LESS 左邊那些波形方格 看起來像設定 沒有左邊那邊是測量啊 剛剛有試過 他在測時間啊 測頻率啊 這些 那個那個 欸 按一下那個Maf 然後有沒有 可以選到Decode 解碼 對解碼 解碼 欸 然後並列是serial 然後 有沒有 你 你往上 往上那個要調 Oh I2C Yeah 然後 然後把那個 解碼打開 沒有 然後打開 然後下面那個是那個 要調那個 clock跟data 對啊 他現在是啊 對 對啊 這樣有抓到嗎 還是沒有 他還是waiter燈還是在閃 你你剛剛按HELP的那個左上角 那個綠色是什麼 他為什麼亮綠色 他的左上角 這個 那個 那是什麼 RUN RUN STOP RUN STOP OK 大家去看說明書吧 我把說明書貼出來 乖乖乖去看說明書 我貼個說明書 謝謝 作明書連結 我貼在聊天室 哦 有有有了 Oh yeah i2C在176頁 噢176頁 那是刚才我们试过的 Copy Trigger Copy Trigger to Copy Protocol Trigger Setting 哇,这么复杂 有熟悉Rigo产品的人吗? 我之前是用泰克的,有点不一样 Event Table 他播不是应该先出来才对吗? 有些感觉这是一千喔,不是什么105级 因为他的说明数好像只有一千系列 没有分型好 那应该是啊 因为以前 以前就是总系列 对啊 那个 如果我现在把它当成电压来量 他不是应该也要有东西吗? 可是因为你那个波一直在变 那个 106页有I2C的Trigger 的做法 106页 106 1 2 1 3 3 3 1 2 2 2 1 2 2 3 4 2 2 2 3 還能打開TRIGGER TYPE 然後他左下角那邊會改成I2C 可是我不知道Type間在哪裡 類型 把他切回去英文 切回去英文 你剛剛那個HELP下面那顆是什麼 印表姿 好像很像電印 對 那MENU呢 你剛剛講的那個MENU 那裡也有MENU 不是不是那個 不是這個MENU 我知道他的MENU的意思 這個是水平MENU 然後你剛剛右邊那個是觸發MENU 對那不一樣 我猜那個是Type 你應該是對的 I2C 對啊 左者是Type 沒有沒有 因為他是講觸發 就TRIGGER TYPE 那是TRIGGER TYPE 對啊 照翻是這樣啊 所以你現在是I2C 然後他接下來第二個動作是 For example 你的TRIGGER TYPE是 可能TRIGGER SOURCE是Channel 1 然後TRIGGER LEVEL是0幅 所以你看一下你的那個TRIGGER SOURCE 就是觸發來源 觸發來源的話 你沒有來源 有啊 就是那個SCL那邊 SCL SDA OK TRIGGER SOURCE 可是 Channel 1 對 我會有了 我剛才有不小心碰到這個 沒有啊 那個沒差 沒有那個那個是垂直 垂直的觸發方式有拿幾種 觸發方式這個 很多耶 好像這個 嘿嘿嘿 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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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嘛 至少要這樣子啊 自動就會這樣啊 嗯 自動這樣現在就是沒信號啊 他他有信號 他只是他只是現在 他剛剛就有看有啊 他其實也瞬間有跳一信號 有沒有注意看到 欸皮霸 你會這樣子是不是因為他一直在掃描啊 你你要把水平拉開 然後那個那個 剛剛我講的那個觸發Level 你要調調對 你你那個觸發Level 你說他一直在掃描啊 你往上轉到黃色那個地方 出哎 對對對轉到黃色那邊 然後你那個水平水平旋鈕 把它往右展開 對好 就在這邊 然後水平旋鈕 哎對那個是水平旋鈕 往右展開對 展開 再展 再展 你上面那個郵表往上去 是為了要做出發嘛 對不對 對啊 啊你現在那個 你現在直直的跑是幾幅的 你看左下角那個一二三四 螢幕 螢幕下面 下面一二三 上圓出發下圓出發 你那個要看 你是要在信號之上來之下 不一樣哦 你說這裡哦 你你把它調成兩個channel都一樣 都是一幅 你現在是乘10倍對不對 兩隻都乘10嘛 不是乘10 剛有兩個都乘10 對然後你現在 你現在按一下channel1 我們先讓這兩個事情先 可是這個這個是5 對你先按channel1 對對你現在channel1 好然後那個那個碳棒那個把它變成10倍 先把它這件事情先確定下來 不然那個看到值都不對 好然後再來 再來再來你轉動那個垂直旋鈕 下面那個大顆就叫垂直 你把垂直 那是垂直 對對對 你把垂直旋鈕往右轉一格 我看看 對你把它轉到1幅 他是不是 他是會變嗎 他那個左下角那個地方會變嗎 你把它調成像 對現在是100 現在是100你要調成1 你要調成1哦 對再來再來 好然後他現在不見了嗎 你轉這個小旋鈕垂直的小旋鈕 垂直的小旋鈕 你把它轉往左轉 還是往他現在在下面 所以你要往右轉 你要往右轉 轉多一點 轉多一點 再再來他現在只有在變了 對再來 對對對然後你把它放在放在上半部的地方 再來再來 再來好停 然後我們接下來去找去按一下Channel 2 我們現在要處理Channel 2 好 然後你看一下10倍對不對 對 好 然後你轉那個垂直大旋鈕 先讓那個1幅也出來 過頭 Limit了 好 那這樣好了之後呢 我們先讓這兩個Channel都對了 然後我們再去按那個 剛剛那個 觸發的Menu 觸發的Menu 然後你這邊 I2C Channel 1 Channel 2 自動然後觸發條件 觸發條件按一下 看看他裡面有什麼選項 重新開始好了 重新開始 然後按一下 然後又沒東西 他現在有東西要燃一下 你你你 鎮盡都有 最後邊那個觸發小旋鈕 最後邊那個是觸發小旋鈕 你轉動一下 皮革你試試看你 Arduino那邊的程式啊 改成 只 只掃一次看看 只掃一次你要去捕捉Single Shuttle 這個 這會比較有點難哦 等一下 對啊 就把所有所有Loop 抓到Setup 裡面就好了 那你可以把Delay調查 長一點也可以啦 你就調到 他現在是5秒耶 不對哦 他scan的時候是趴趴趴趴趴趴 連續丟 對啊 對啊 我剛看到就是這個問題啊 有沒有可能是他連續丟 所以說讓他撞到 讓他只丟一個位置 讓他不要掃描 不然他會一直一直跑 對不對 往下轉轉他 他有沒有 沒有 他是4回圈 1到127嘛 他4回圈啊 然後你把它固定成一個 你的address就是一個 你可以把4這行遮掉 你就是 address 就address等於多少 你就把這行4遮掉 大括號不理他沒關係 直接遮這行 這行4給他遮掉啊 把他comment掉啊 comment掉就沒有address address另外指定啊 就指定成一個 就是你那個 不用int address是已經宣告的 我看起來他是已經宣告的 然後你要1也可以啦 還是說他他不剛剛說找到誰 就這樣 那這樣也可以啊 然後那個等待秒數你給他等待 剛剛是5秒 看要不要久一點 等一下喔 久一點 好啦5秒 5秒就好了 5秒就好了 不要不要太久 不然等一下會覺得說都沒東西 然後這樣 有可能他就說他一直連續送你 是否是應該也要能看到 他好像就是一閃而過啊 你看看要吹一個雷霍是幾幅吧 不要不能太高 這個內部是在你圖的又又最右邊 有一個小小小的標示符號 在你的全都萬 零差19對不對 是不是零差19 零差19 那這裡可以寫零差嗎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 哇是不是應該叫 洪奇 去 聯絡REGOR廠商 叫他送兩台試波器來 沒有請他請他可不可以提供技術資源 線上 然後下一次斑斑學就是那個 REGOR陪你玩四波器 哇這什麼波器呢 這我要去 我要去哪邊聯繫 廠商 好像有台灣代理商吧 台灣代理商通常都不鳥的啦 你是不是地線掉了 我就是跟台灣代理商買的啊 對我現在才要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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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那個那個 你現在一個是200ms是不是 ms 對 s channel 1是SG 等一下 時間條低一點啦 200ms應該 很低頻了 好我先接好了 你現在畫面是5赫子表現是哦 所以你要注意你上面那個200ms 你最好調到200ms是等於5赫子哦 水平啊水平你調那個水平大旋鈕 你轉一下水平大旋鈕轉一格看他會變 有沒有他那個上上面在在AUTO的旁邊有 我看到那個數字會變 20 20 N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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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Nano 對 哦 所以剛剛那個應該是對的啊 然後 呃 然後你的那個 看不出來啊 沒有用 其實你可以先轉回信號模式先看一下信號可不可以表現出來 不要先用他內建的觸發觸發類型改回那個邊緣觸發第一個邊緣觸發 然後 然後你那個觸發小旋鈕把它往上抬一點 往上抬一點 你現在這個信號幾伏特 這一個幾伏 現在要往下哦 因為他現在是5伏特你是要 那個FALLING EDGE觸發哦你要低於5伏特觸發哦 對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觸發大小是根據沒有沒有特性嘛 0.3 VCC0.7VCC都可以 但是就是 你是往下調 這樣才會產生這個觸發 對不是這樣不是上緣嗎 對 所以為什麼是往下 下緣啦 你現在在下緣嗎 他是上緣 那個就是有PO一個YouTuber的教學 不是因為你現在是5伏特Always High的話 你用上緣觸發你是不可能有機會觸發到的 你是從5伏特往下掉 他Normal沒有信號在跑的時候 他是 所以要調整下緣是嗎 所以你這時候不可能去射上緣觸發 你一定射 邊緣觸發是對的 但是是要往下緣觸發 就是Normal是0伏特你才會去做上緣觸發的 哦 懂 試試看 我現在是1.3伏特以下 我現在是1.3伏特以下 那個就是有POYouTuber教學 你可以找那個做 看應該抓得到 就是 你那個觸發方式再點一下 沒關係我們先看教學吧 嗯 欸這講一台咧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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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 系統在哪裡 我搞不清楚他在取消怎麼取消 怎麼回到最上層 好厲害了 我今天看還是沒時間玩玩放大器你要不要聽英文聽聲音哦 嗯 我是怕你們覺得吵 還好啦 他套完是套前面 那個也是後面 他這樣就已經有看到波拉 還是你要我們就直接按AUTO 可是他是固定 他是固定一個值耶 他是固定一個值 因為他是直接有hook一個OLED在上面然後之後就是在做控制 所以你一直叫我接個裝置是嗎 還是一樣就用那個掃描一直丟然後我們按看AUTO可不可以抓得到 沒有不然我就接個裝置啊 也是可以試試看 正常可以不接東西他還可以抓到 那之後你扣的時候會回藍A 所以現在不用接好還是我們繼續看下去 你要不要再把水平調小一點 因為我看到影片是把水平部分調小 然後把水平都看得到才去操作 對啊 所以水平水平是說這樣子嗎 對,先看到波線 然後他會把畫面暫停下來再按DECALL 沒辦法,再是1秒 現在這是50 50min 20 10 大概多少 5秒鐘送一次出來 不是嗎 哦 哦 沒有 對 現在 這個 一格是衣服是嗎 I2C有Clock嗎 1格衣服,對 有啊 I2C一次腳就是Clock啊 觸發腳就是Clock啊 Clock應該 一百歲應該都很很穩可以直接抓到才對 你把你那個信號源改成,改成Channel 2 I2C在 Sylent Mode,他基本上在有傳資料才會送Clock 好 好 那就要一直傳資料,然後抓他 觸發 觸發旋鈕 應該 他因為他現在整個波形 哦,有了 他剛閃一下 然後所以你現在不夠 不夠那個,你要展開 你那個水平要展開 5秒太久了 對對,這樣可以好 然後你把水平展開一點 對對對,然後等他看他 看他長出來的樣子 沒有,5秒太能抓了啦 5秒送一瞬間 你那個觸發方式 一個不要用Auto吧 你那個觸發方式 觸發方式改成 觸發方式改成那個 那個普通 普通 普通他這樣子,他下次來應該那個 畫面就會鎖住 就會像這樣鎖住 可是 哦,有了,有了,有了 對對對 抓到了 然後你你現在那個波形的頭啊 就是他現在觸發點是在螢幕正中間 所以你去轉那個水平小旋鈕 你可以讓他往左邊走一點 水平那個是垂直 那是垂直 水平小旋鈕 他會動有沒有 他會動 對不對 那上面那個紅點 那個小紅點就是觸發點 你把它往左邊轉 他就可以讓他靠在螢幕左邊 你這樣就會看到比較多的東西 哇,後面沒有 後面有記憶 有記憶出 那他下次觸發 下次再來就會又有啦 哦,有沒有 要長出來 不要,不能超過啊 你超過他就跑出螢幕外面 然後 接下來按那個 明雪 那裡有 什麼明雪 明雪 呃,右右邊上面六個按鍵是 其中一個 這個明雪 明雪 應該會他應該就會停下來了 有嗎 他要停下來 應該不會再變吧 我不曉得 右邊按鍵六個 第二層數 這裡這裡 這裡六個 明雪 明雪 應該會把 就可以把那個畫面固定住 停下來 停下來 對啊 停下來 然後按Maf 然後再看可不可以decode的出來 數學啦 數學 對對對 然後解碼解碼 解碼一 卡拉克 CH1 打開 打開 是不是有 他多了一條 他剛剛好像又跳的東西 有有有多一條線 那條線 對對對 限定下來 然後再把那個水平的尺度拉小 拉小往左轉 因爲 因爲 如果 解碼 解得出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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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信號的時候可以按暫停哦 有 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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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停下來 明雪 會把那個停下來 現在不是在動 還有在動嗎 你按右上角那個綠色發光的按鈕 按一下 這個沒有 你說這個 STOP 對啊 可是 他就不會動了 他的觸發 抓在不是頭的地方 這樣又變片段了 哇 那他觸發再調 嗯 就好 他暫停 現在暫停 哎 他這樣就有了 他寫19啊 對不對 19嘛 對啊 對對對 那就是再把它縮小 就是那個水平的尺 那個刻度在 再 再小一點 就會看到完整 完整的編碼了 後面就會還有東西 好 那你那個開始要再來 再重抓一次 等他 好 哎 後面有等 有空 停下來 不是啊 他他這個 19 是不是代表說 從這邊到這邊是19 是啊 是啊 就解碼解釋是19 對啊 那個那個是 對啊 最是19 19啊 對啊 那當然 解釋對的 所以 所以 對啊 不是 我愛屬 剛剛 就是 那為什麼這邊 沒東西 啊 這裡也沒東西 我 為什麼 我沒東西 你怎麼沒東西 沒有寫資料嗎 你沒有寫 你沒有寫 每5秒 每5秒就送這麼一段 是不是 對啊 對啊 然後 你沒有寫資料吧 你就指定19吧 沒有寫資料 沒有device回應啊 對啊 所以 當然後面沒有其他的啊 你幫你再回到 WiFi報而已 然後就改一下 call 你剛才只有寫 trice19而已嘛 那後面data 你再補上去 等一下 因為這個程式是 這個程式是在那個啊 在搜尋 那個 每個位置上面有沒有東西 啊 那那那那你 那你讓他 你先 你倒退回到那個 4回圈那邊 ctrl加C 對啊 ctrl加C 好 不不不不 好好 你把那個mark mark刪掉 這個程式是燒到WiFi報而已嗎 啊 什麼 什麼 這個程式會燒到WiFi報一樣 哦 對 不要這個是嗎 對 那一行mark掉 然後之後 你不要1到127 你1到1到 欸 可是這不好抓 你19到23好了 所以 那那時間 時間就要那個 降低哦 沒有 那那 你如果要這樣 那你就19到20就好了 就兩筆啊 然後再把那個時間 這樣兩筆就好了 19到20 你是要測他回回應信號 還是確定他位置會跳 現在應該只是要看更多訊號吧 嗯 看更多訊號 然後 我 他的 Response 會不會就是最後一個bit而已啊 沒有 不是Response Data吧 對不對 是不是 不是我我我我不太 最後一個bit代表 RE跟Write 沒有 他是 他有一個Response Bit 那個應該是AC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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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P8這次Code 他是用Scanning 他自己上只剩下Write 所以 然後去看有沒有AC 那有AC的話才會 我 我接上一個時鐘 當作金字Ending 這樣好不好 這個 好 好 看他有沒有讀出來 完整風包 這樣子 哇 那放大器就沒用到了 沒關係 明天啊 明天不行啊 那就再開一個時間 對啊 帶狀課程 帶狀 半半球 我覺得這個可以玩好久 對 所以這個是 我真的 這邊 如果要去找原廠的人來 就是台灣代理 的人來 有有管道嗎 我可以去問看看 很難 那個 你是說 為什麼說很難 你說 我買 我買的老闆是嗎 沒有啦 沒有啦 代理 代理不代表說 工程師在台灣 沒有啦 OK 還是還是有 還是有機會啦 那個 瑞辰科技 對對我就是跟他買的 可是你跟他買一台 你覺得他會想要 上線來提供資源嗎 啊 可以問啊 對啊 我可以問啊 反正 反正 他說回收不要 那就 我又沒有損失 我的損失 只有時間 花一點時間 問他而已 他的他的網頁 他的網頁有電話 也有email 對啊 就直接打電話 打電話去問他 對啊 你要寫email 然後把影片分享給他 好啊 也可以啊 寫email 然後要求他拍影片 哎 等一下 我們想想看 剛剛有說什麼嗎 好像沒有啦 沒有 沒有說壞話 說壞話 是上一集 上一集 對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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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壞話 是上一集 那個 應該沒有關係 啊 還是要 要排 抓個進度 排下禮拜二 等下禮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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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個嗎 沒有排嗎 對啊 沒有排啊 所以有空 好是哦 好啊 有啊 有啊 我有空啊 晚上都沒有 有空 為什麼 這又是零差19 不是19 不是用掉了嗎 你 是不是用內建的啊 我說我可能洗 啊 幹 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上次 我們在玩那個 我們在玩電量的 洗掉了啦 沒有洗掉 他沒有換力嗎 沒有洗掉 不是我mark一下就好啦 等一下我想要 嗯 在這裡啊 這個這個不用 啊 代理商代理商多少 會有一點 有一些董 董工人 人在了 不好說 要看公司哦 像像某某 知名科技出版社 我覺得 你還是 麻一下 沒有 你記上 你記上 跟出版社不一樣啊 你記上 都都還要 還多少 還有點水準 專業度是有差 某某 友商 哎 皮霸 皮霸那個 WiFi 那個 那個 的那個 ESB32 他有 DAC 輸出嗎 有啊 我昨天就 我剛剛就用這個啊 那他 DAC是一組 還是兩組 兩組 啊 那那你還可以再玩一個 就是那個 我 我剛剛有跟洪基在聊的 試波器畫圖 嗯 試波器畫圖 嗯 我們 我們 改天來玩 不是 大家都要 你說從 就是在電腦上畫 然後用那個 試波器去檢測 是不是他也檢測一樣的圖形出來嗎 啊 應該是說直接利用試波器螢幕在上面畫圖 啊 那就是救星 救星的那一種啊 嗯 不是大家要畫什麼哦 那個什麼 千本音啊 東方的那個動畫 對對對 你說千本音嘛 對不對 不是 還有 Bad Apple Bad Apple Bad Apple 我 不要不要 哦 那個 那個很經典耶 還有人用那個 那個已經變成 那個已經變成我們當年在學電腦圖學 一定要用那一張Playboy來做示範一樣的 啊 OK 對 笑死 哦 啊 這什麼 Bad Apple很強耶 還有人用CPU畫Bad Apple 上次是不是有遇到是這個問題 對啊 好啦 皮吧 再買一台啦 啊 買一台什麼 買一台 再買一台Wi-Fi Boy啊 嗯 哈哈哈 這樣就不會有收錄問題了 嗯 皮吧也可以去 再去電子財號買一顆模組啦 可以再買一台示波器啊 嗯 因爲 我手 我有啊 我 我手上有 等一下 可是你示波器只有一台啊 這樣如果一台有問題 你要怎麼辦 想要我耶 越講越發散 二三 二二 為什麼沒東西 你 CEREAL POLE有沒有開啊 不是有嗎 對 有啊 他應該要出來東西嗎 是嗎 哎 不應該嗎 不應該嗎 不應該 現在情況越來越密碼 有啊 CA 還是他沒有GET到啊 因為這個線民有GET好 他沒有GET到你的點 所以他不想出來 是沒有GET好 CEREAL POLE 好像GET反了 有啊 哦耶 好 來看 好 所以我現在 7月24 好 然後 沒錯 8 好 我現在把他掉了 把他掉 掛上示波器 哦 哦 我在國王很難接 國王我要怎麼接 靠腰 國王 不知道怎麼接 國王你接一條就可以啊 不知道勾不到啊 勾不到 那你剛剛怎麼接的 剛才也沒有接 剛才也沒有接裝置啊 你有辦法那個 哎 夾一根單心線 然後 這樣子啊 這樣子啊 你可以夾 你可以夾一根單心線 然後插到那個 黑色那個 黑色的街頭的鳳梨 那個金屬鳳裡面嗎 這對他來說太高難度了 延伸延長 把他延伸 並連一個 一條線出來 沒有啦沒有啦 你在模組 那邊的 GND 直接焊一塊 焊一條線出來 比較快 面包板 面包板 然後夾單心線 補一條 面包板 面包板就可以 有面包板就可以 拉 為什麼還要單心線 杜包線就好了 哦 對對對 哇 琵琶桌面好特別哦 是用示波器做背景 我沒有看過 那麼高階背景 對 什麼 哪有示波器都不背景 你說現在是不是 對啊 之後 之後你就會看到那個 琵琶桌面 換成是那個52吋的 電視 要吃飯就直接放那個桌布的畫面 今天是示波器入門 對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在設計這種小玩意兒的時候 地線的那個接頭要多留 是這樣的意思嗎 地線很重要啊 或是 或是可以可以做幾條一進二出的獨方線 一進二出獨方線 那我以前常做耶 我還有做過一進三出跟四出的 就地線 地線專用啊 對啊 就是電源電源那邊用到而已 其他都用不到 好 然後 然後要勾 看幫他勾哪裡 看幫人可以勾得到 我拿下來 下方做 這個讓我想起以前那個同學笑話 就是我們那個年代喔 帶諾布克去學校是很新奇的事情 然後那個學校 那個都念到二技啊 同學在教室抽煙是西童平場 然後他就會說 那個抽煙的同學就走過來 哎呦 師傅那個筆電耶 那個手就伸過來 啊你這個啊那個煙就直接觸到螢幕上面去 那個 那個 好好笑 這個還不把煙頭燙在他額頭 哦這樣容易短路呢 你現在才知道呢 趕快多升級掉那種一對多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一一只勾 一只勾模組 一只勾WIFIBOY 這樣就不會短路 嗯 我在帶帶此吃驗的時候 然後學弟都是拿那個 一根單行線 然後 好來 我夠好了 波很長 那邊你 嗯 他還沒 還沒有觸發到 還沒有 還沒有取一個到啦 你剛剛都沒有動到嘛對不對 有東西了 這什麼東西 外拐哦 等一下 我先去搜尋一下 你的時機線現在應該對 channel1 channel2 這個是5 這是1 對 你的channel2好像是漲到下面去了 你應該稍微拉起來一點 對 然後轉 按這樣子 對 你把他關了 你把他關了 你剛把channel2關掉了 然後你應該轉小圈6 小圈6 小圈6 你先調回1 你先調回1V 然後 他這樣有 轉回來 轉回來 可是 過頭了 太低了 這個波形不像1嗎 很奇怪 這樣對 這樣子是high還是low 因為他 他有 他那個channel其實他是一個箭頭向下 你看得出來嗎 他表示你的0 你的時機線在下面 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希望 箭頭向下 哪有10圈哦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用畫的 這裡啊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像一個小箭頭 他是不是指向下 其他人都指這邊嘛 只有他向下 那表示 你的那個channel2現在的時機線 就是0幅那條線 在下面 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希望他在螢幕上 對 就轉這個 轉這個 對 轉這個小的 把它轉到螢幕 就是 再上來一點 轉快一點 他就會 轉快一點 哎 有 好 這樣子就有了 那這樣子我們就會知道說 他現在就會 整個都看得到 那你的觸發條件來講的話 你按一下觸發的menu 對 然後你現在是觸發在channel2 那你的那個觸發小旋鈕 把那個 這個 這個是觸發level 你把它轉到這裡來 用這個小旋鈕 好 這樣 他應該要漲得出 東西出來 對啊 那這個波形看起來是很奇怪 你的地線確定有接好 地線確定有接好 你 你先把觸發方式這裡 觸發方式先改成自動 先讓他的那個波形開始 就是有在跑的樣子 這個先把它改成自動 他現在看起來怪怪哦 CHA2垂直位置要調 我又調過了 他這樣看起來怪怪 地線沒接好了是不是 地線沒接好 為什麼不一樣 你這樣做了什麼 為什麼這 因為你說地線沒接好 所以我就來動麵包板 我把它搖一搖 可是它就不一樣了 搖一搖之後 就是不一樣 麵包板太鬆了 所以現在是正常嗎 可是它沒有東西在跳 它理論上你剛 你那個送出來好像是一秒 還兩秒就有問題 應該要有東西 像剛剛那樣 它現在沒有 就怪怪的 奇怪剛剛什麼都沒動 怎麼會這樣 你推格點拉高一點 推格點看起來接近零幅 它現在推格在這裡 它現在是用的是Channel 2的 好 好 去的點不用拉到跟上面那條線 你往下拉拉拉拉拉 再拉一點下來 你的推格你要看 你現在信號源是誰 所以你就是以誰為基準去看 你現在是Channel 2 你就要拉到這個位置 這個空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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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 水平大旋鈕 把它往右邊展開一點 怪怪的 它不應該長這樣 那 而且你的時間的起點就在這裡 為什麼你的信號不見 它現在是Channel 1的Trigger 它現在是Channel 2的Trigger 它現在是Channel 2的Trigger 它剛剛也是這樣 它沒有動 只是它改了 改了那個時鐘 模組之後 它Potion都不見了 還是你要按Auto 好 按一下Auto 這時候Auto不適合 因為你的信號看起來都雜訊 這個不適合 這個不適合 這個信號就不對了 怎麼會這樣 這是什麼錯這種訊號 線太爛 你現在的 你現在這個 這上面寫100mm幅是不是 這裡是哪邊 這裡 左下角100mm幅 那這個都 這個不是 這不是正常的信號 這不是訊號 所有線重接 好 這是一個 好的 好的建議 你幫你先檢查Ground 這應該Ground幅街 Ground幅街 對啊 因為在Ground幅街 才有這種狀況 等一下 我把它拔掉 哇 要不要買片 就好 麵包板 那我把我一段 我可以換 啊 那沒有買綠色乖乖 欸 換 換了也一樣 對啊 這個 這根完全不對啊 這個波形完全不對 所有線重接 再一次 所有線重接 哇 你那個 你那個Arduino那邊的 那個還有在丟嗎 對不對 有啊 他不是 他應該一直在丟才對 奇怪 不過你 你家 你家的雜訊看起來好特別 你 你可能是用LED的那個 罩你 可以 對 可是我現在是關掉的 這位聊天室有人想想說 一個鄭麗翔新的 新朋友 他說什麼 hi-lo-hi-lo 有沒有放播 hi-lo-hi-lo hi-lo-hi-lo 是有過啊 嗯 麵包邊麵包板左邊那台是Wi-Fi Boy 我們現在在測量Wi-Fi Boy 你這個雜播也太帥了 這個這個絕對不對 因為你要知道我們 我們我們剛剛是一格一幅 波形又變了 你現在是一格 100迷你幅0.1幅 這樣的這樣的那個是不對的 這樣值太小了吧 嗯 而且穩定這樣波形也很奇怪 這個不是啦 這個不用再調 這不是你一定要解決你那個 線那邊過來的問題 你的Wi-Fi Boy信號出來 一定會有信號回 有device嗎 有 有device 欸 皮爸幫一個忙 你現在把那個 試波器 試波器的探放 掛回去那個 校正的那裡 然後按一下Auto 先讓 先讓所有的調整 兩支信號都放上去 都掛上去 然後讓他跑Auto 他會自動幫你排好 那個 兩個Channel的 的那個位置 我們先讓這個 東西歸零 然後你同時在檢查一下 你的接線 可是你的接線應該是對的 因為你的那個Arduino IGE 兩支同時都要掛上去 同時掛 全部掛 然後按一下Auto 這有點困擾 這怎麼夾 用勾的 他不是勾 勾 他設定先回復 先回復到那個 好 然後按一下Auto 這樣可以 好那你就把 試波器探放 你可以先拿下來 然後你把那個接線 再接清楚 然後那個檔位都先不要動 你就是用這樣去看那個 到底他的信號在哪裡 地線有沒有接好了 然後勾勾子有沒有勾對 會不會是你那個探棒的那個 勾子 鬆脫了 可是應該不會 你現在有看到 如果今天就鬆脫了 我們要怎麼找 上來 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備用探棒 應該應該沒有 因為今天是第一次開箱 他應該探棒應該還沒有問題 而且剛剛有前面的測試 我記得他不是有兩包嗎 兩包有四支啊 對沒錯 兩包四支 沒有啦 剛才兩條信號線都這樣子 不太可能 你剛剛的畫面出現 那個電池只剩20% 耳機又沒電了 那個他你的畫面 你是用照 你是用手機嗎還是什麼 他剛顯 喔耳機 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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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補電啊 好 我把他 我把他用成MAC的 你會聽到我兒子會生 欸 救護 這麼晚還沒睡 現在放暑假了 你都還沒睡 蛤 我小時候都乖乖睡耶 所以你才可以考到見中啊 蛤 也還好啦 Snow2有電壓上去 因為他現在還在調整 他可能還沒有接到對的位置 恩 還是一樣跟剛才一樣的訊號 對啊 一樣 應該訊號有接到啦 那是高頻干擾的雜訊啊 喔 那就要調水平的那個嗎 調水平的 水平的 其實看起來他 準位有上去啦 信號應該低都對啦 但是他的信號線上有雜訊在跑 那個頻率 不低啊 嗯 剛才有那個 好我接好了 你接好了 然後 你現在 先不要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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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轉水平的 先轉水平 不是 他也都沒有 連抖都沒抖一下 跟剛才一樣的雜訊 對 雜訊先不用管他啦 然後 只是說 為什麼他沒有 反時針轉 欸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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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看到了看到了 下面那個可能是 開機 他開始在幫你解了耶 你水平往右邊轉 把它拉開 然後呢 然後有了有了 請 你那個按一下觸發Menu 我們剛剛的那個 右邊觸發Menu按一下 然後你的觸發來源 改成Channel 2 然後 改成Channel 2 然後 那個觸發方式改成 Folding Edge 這個改成Folding Edge 對對對 那個改成Folding Edge 嘿 OK 然後觸發方式改成普通 好 然後你旋轉那個 右邊那個觸發小旋鈕 往往往往下轉 他現在 他不知道飛到哪裡去 往左轉啊 對往左轉啊 再下來再下來 再下來 你要到Channel 2的那一個工作的位置 再下來一點 靠近那條 那條 欸有了有了 你可以再下來一點 只是喔你那個電源好髒喔 好 然後 欸為什麼他現在 為什麼沒有 沒有 電源很髒 電源很髒 我可以給他乾淨的電源 等一下 欸 Channel 2這樣是Clock嗎 看起來 很像 藍色 藍色那個像Clock 不然你把他再縮起 那個密集 一點 所以皮霸你的電源是怎麼的 他的電池啊 可是剛剛沒有這樣耶 剛剛還不是啊 欸 好了 這什麼 你動了什麼 我把他加上電源 所以是電源的問題 你的電池電不夠了啦 所以他 你那個剛 你剛剛那個 那個電壓的那個 那個高位準都不對啊 你的電池電不夠了 喔 所以火腿 你的那個WOTIBOG電池太爛了 沒有啦 你自己不充電不干我的事 你那個 皮霸 因為現在電壓都變高了 所以我們先按一下Channel 1 然後大旋鈕左轉一格 按一下Channel 1 對 大旋鈕左轉一格 對 然後大旋鈕左轉一格 對 然後大旋鈕左轉一格 然後Channel 2按一下 Channel 2按一下 Channel 2 然後一樣左轉一格 讓他小一點 好 然後你現在齁 你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你的那個 SDA怎麼都沒資料 可是你現在那個 Arduino IDE有在動嗎 有在送嗎 如果這邊有資料 這邊有送 這邊就會有送嗎 阿 阿可很穩阿 可是 阿可有 可是你資料看起來沒有 那個 欸 這樣酸 來 那個 皮霸我們 我們先按一下那個 Menu 那個觸發Menu 最後邊那個觸發Menu 然後呢 那個信號源改成Channel 1 Channel 1 嘿 然後把觸發未準 好他現在停在這裡 不要動他的沒關係 就這樣 好然後你去檢查一下你的ESP那邊 他到底有沒有在動作 在動作 再重開一次 可是Crack有抓到應該是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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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你齁 你這時候來我們再玩那個 剛剛的 你先把那個水平小旋鈕 你把那個 往整個信號整組往左拉 對對對 把他拉到 拉到這邊邊 差不多就可以了 第一個第二個的位置 好然後你這時候呢 把那個水平大旋鈕 水平大旋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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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大旋鈕往左轉 嗯 逆時針 對對對 嘿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再再再轉一點 然後看看那個 看 這個時候希望那個Decoder 開始有應該要有解碼了 現在Decoder是對 對哪個解碼 對哪個圈鈕解碼 對齁 你那個Decoder的話 拉回去吧 你要你要按那個 解碼1嗎 I2C嗎 Clark跟Data要對 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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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了嗎 那 Channel1 對阿 Channel2 Channel1 Channel1是藍色 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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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調反 把它轉過來 欸他又跑了 他又跑了 哇你這個 按鍵手感有點差 真的 不行不行 早上還沒來 不能講 有了 耶 抓到了 然後他第一筆寫什麼 寫 68 68 是對的嗎 是嗎 我老知道 你把那個水平大選鈕再往左轉一格 讓他再更多一點資料出來 對對對 好 然後他他有個第二筆的 你有沒有看到 68 然後 S6 他有在跳 他有在跳 你有沒有看到 他把他解成ASKEYCOR 哇 RR 對 解成ASKEYCOR DC4 剛剛那個ST CAD M 應該有一個是02 STX是02 然後 欸 秒啦 這個是秒對不對 是不是秒 什麼 聽不懂 等一下 等一下 123456 這秒啦 然後 後面 後面為什麼會變成ASKEYCOR 因為他變兩 兩個敗者還是什麼的吧 照看那個 後面衛員沒有出來啦 你那個 水平小旋鈕 把整組拖請再往左 對對對 對 對 等衛員全部出來比較準 然後等他 等他一下 開始 對啊 他把他解成ASKEYCOR 不是ASKEYCOR 是不是這個 不是 不是 是把S2C 喊的那個 資料解成ASKEYCOR 對 好 那個 50MuS 把它改 改 改 改大 欸 欸 有耶 他這樣還看得到耶 他還解得出來 來 這是解碼方式的問題吧 嘿嘿 他有地方可以調嗎 不知道 那 那變成我們就下一次看那個 看那個SERIAL 就是TXRX那種的 就可以直接看 嗯 欸皮革你剛好 你剛好看到這個 有沒有互換 你剛手最後停的那裡 互換啊 那個就是把兩個圈樓快速互換耶 喔 你剛剛應該按這個 喔 哈哈哈 原來在這裡啊 所以所以皮革你可以感覺嗎 他現在就是時間啊 他現在正在跳秒啊 然後可以再拉嗎 那個水平 就可以再縮小 縮小 縮小 這樣解 可以 這樣就看不出來耶 他就是一個完整Frain 你剛那個就是最大完整Frain 嗯 對啊 哇 那那就解碼方式跟個不合 對啊 他不知道有沒有可以 可以強 你知道網路有沒有從USB 電腦解碼的啊 他有USB 他是不是後面可以USB接到電腦 他前面有一個 前面是接隨身碟的 前面是那個可以存資料 後面才是那個 那個太北 又太北A才是控制 他應該就是我們剛剛在講那個 印表機按鈕 那個按下去 他應該會把這張圖快照 變成一張圖 這台應該有電腦端顯示波形的啦 有吧 看電腦端程式支援到什麼程度吧 應該有吧 應該有了 可以查一下 因為 現在蠻多都有 他後面有個TypeA的USB TypeA的Port 那個可以用 而且 你就網路部長找應該也蠻多Python 去解他存下來的那個 RodeData 可以做什麼 之前講什麼波德圖啊 他都可以直接做 那下一次如果看那個 UART UART的那個解滿應該是不會 不會 不會有問題吧 應該就直接解出來 所以Python 那個 下一次會小考喔 還是要快速的 把今天的那個設定 跑一遍 我們在學 實驗室 我們在學校就這樣考 就是那個 半小時 然後我就跟你出一題 然後你要把那個波形量出來給我看 嗯 在在那個 在在 在時間個期中考就會這樣 耶 好 琵琶今天是Happy Ending 對 趕快劍好就停 劍好就停 我們期待一下一次有廠商支援 當然木輪就又又又又又開始卡了 等一下 等一下鏡頭關掉 然後波形開始亂跳 然後開始變新電圖那樣子 呵呵呵 所以你這個電源真的有差捏 對啊 電源乾淨差很多 嗯 對啊搞不好之後就要廠商支援 我們就不怕了 沒有 幫我批把你給我那個 廠商的那個聯絡方式好了 我去問問看看 YA YA 他的那個 PC Home的首頁有寫 喔好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一下是 看一下他的那個 那個 這邊這邊 喔好 OK 好 店長 嗯 我問他 問他可不可以 下禮拜二的時候可以上線來交流 交流 呵呵呵 親口好買 對 好啊 那 那今天就是到這邊告告一個段落 然後 對啊 禮拜二了 下禮拜二再戰 然後 然後 火腿 琵琵琶 嘿嘿 琵琶 你開一下那個網頁 然後給紅旗說一下 什麼東西 喔 那個 不是不是不是這個 在聊天室那一個 聊天室 對 你說佛腿的 對 欸這個 這個我 呃 講一下快速講一下 你可以往下拉 對 應該在中下那部分 因為這裡有50 50個東西 嗯 看什麼東西 沒有這邊 這邊我 呃 快速講一下好了 滿謝謝火腿願意 呃 花貢獻時間 幫忙處理 口丁空間的一些 一些 零件 模組之類的 那 就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 可以來這邊看看 那這邊有跟火腿有 有有有溝通好 因為這個 處理這也是需要一點時間啊 所以 如果賣出的 有呃 這些零件有賣出的話 就是 會會有一部分是給 給火腿當作呢 呃 呃 人力的貢獻這部分 那其他有百分 就是我賣出總共百分八十的話 就是 就是捐捐到那個 口丁的那個 呃 開放文化基金會的那個 專 專款專戶那邊去 那希望可以那個什麼 房租那邊可以 可以 可以 淺清一些負擔 這樣子 對啊 這邊 都會放在這邊 嗯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幫忙 支持一下 對 大概這個 這部分 你要直接貼匯款帳號 我腿後面沒照片 是會再補嗎 還是就是這樣 欸我會再補 因為這今天趕著先上呢 對 因為這真的很花人力啊 非常感謝火腿願意這樣做 然後還有另外 另外一位那個 雨側就是口丁的實機生也 也幫忙 處理掉一部分 因為這零件真的是 滿麻煩的 他那邊不是已經全部賣掉了嗎 欸真的嗎 那麼快 不是不是你朋友買的嗎 對對對對對 哇六十塊 Arduino Uno一次全吃掉 哇那太感謝 哇 那個處理起來 不知道花多少時間 對 大概是這樣 對啊 你看大海那個什麼 大海電子材料行真的是 嗯不好 哈哈哈哈 就是滿辛苦的一條路 對啊 不是不是穿過那個櫃台後面 連子進去 就會有一群小矮人 在那邊洗電路板 是 這個這我有想過 這個有想過 就是就是 我有 我也想像一個畫面 就是 也許 因為剛好有一個學長 他在開發那個 PCPCNC 想說如果要開發 到營營狀態 一定進度的時候 再拉進來 跟大家分享 他的狀況 開發狀況怎樣 然後也許我可能會買一台 然後丟給 丟給火腿還是丟給誰吧 那我們開始 做少量訂單的 的服務大海材料 大海電子材料行的那個 電子 PCB 什麼 小型生產 部門這樣子 對 我想像的畫面是這樣子 是 可是這有一些 會不會走到這條路 也不曉得 反正有這種清晰的畫面在 不要說走到這條路 感覺好像是末路 不是啊 就是往這個方向走啦 會不會走到這個 這個里程碑 對 里程碑 對 這個其實蠻適合開在學校附近的 不一定我就不知道這樣 這不好說 對 感覺這種服務超適合開在科學園區 沒有 因為PCB版的那個洗電路版的加工 大概 它的精度大概有限 然後另外是 對 大概我們的設定在單 單層版這樣子 可以這樣說 大面板 對對對 對啊 因為上次那個 你說CNC的話 可能是單面比較適合 是不是 對 不然要雙面 然後我們就弄兩個單面 然後就把它背對背靠在一起 不是吧 不是這樣吧 那個要 以前有這種壓板機 有啦 就是每一個每一塊都飽飽的 然後用壓板機把它交合在一起 有啦 我之前 我之前有參加過一場演習 他說 怎麼用CNC來做雙面板 他是打兩個定位孔 然後加烤箱 對 就是這樣啦 以前就是用定位孔的方式 對 對 對 我是覺得這個 剛才那個 我們當然也很清楚 就是說 深圳那邊 就是 那個一條龍 丟過去三天內就回來了 那種交貨這種東西 可是我覺得應該有一個 有一個更更特殊的一個服務 需求服務應該 應該存在 對 不過也在 也在研究這一塊啦 可是我覺得對於這種CNC 或是這種小型電路板 單面板的服務 或是說協助 我覺得也應該有這樣的畫面 對 因為我看到那一天 那個什麼 我那個開專門服務藝術家 或是設計師的那種 互動藝術裝置的製作 那邊就 就 在 在那個電路的 電路設計 電路生產的製作上 他就有這種 有這種 有這種 合作單位 對的需求 對 因為他的做法也相對單純 他就是要把 Arduino那些模組 快速的整合起來 可是他需要 對 他需要一個單面板 然後有人去幫他做好那個電路 還有那個 電壓電流的那些 那些 安全上的規劃使用 對 然後快速的把這些 公共組的整合起來 這個構想 馬上就會有新企業訂單 不是 因為現在在做的 我知道了 在做的就是 大概我學弟 開了一兩個公司 在做這件事情 其他的話就不曉得 對 因為他這個 這個層級的需求 又不到公共 或是說 比較專業的 更刁難的那個服務商 那就是為了 而且他非常客製化 對 客製化 而且量是這種 一個兩個的這種量 是 對啊 那個 鄭立強 你是對那個什麼 洗電路板那些 服務家 有興趣嗎 還是你想要知道 有些廠商的名單 什麼之類的 哈囉 哈囉 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我們之前這個話題 好久好久之前有 有討論過 就是 就是很 反正 比較 熟門熟路的 大概就是 要這種 少量打壓 然後便宜 然後就大概就送去中國那個 加力創 對 加力創 加力創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如果 小量 你要平板的話 價格會翻一倍 而且現在 現在整個好像就是 價格都 都 翻倍在漲了 對 沒有沒有 加力創它其實 價格還是 相對比較便宜 你10x15片 10塊錢 嗯嗯嗯嗯嗯 我這個我們這個話題到 可以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把那個 之前那個 共筆的 整理可以叫出來 反正有 有人有興趣 我就把這個 用用淘寶比他用他的 APT便宜 現在應該是不用錢吧 現在加力創我記得是 算 算是蠻不用錢的 要啦要啦 打樣 看一下 他有時候會有活動 嗯 怎麼可能會有不用錢呢 有 他有時候會有活動 要有一部分的服務啦 我記得前幾天 他那邊 應該就是 之前是 一個月兩次 雙城版 5塊嘛 對吧 對啊 我記得是那兩次 雙城版是不用錢 四城版是5塊吧 還是多少 這麼佛的嗎 現在加力創都靠這樣子搶市場 你們去查查 我記得 前幾天或一兩個月 這一兩個月的 訊息 總而言之 我覺得那個 如果要特別 講這個話題 我就可以特別再開一個 版本學 那我現在要 這邊的快速回復這個問題 我想 因為等一下還有 BW16那個開發版的 背貌的那個要講 所以這邊我要講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對於那個 PCB送洗遊戲 加工送洗的話 在我 我在那個 聊天室的連結裡面 有把它分享出來 這其實也是 這其實也是 太北社群 或是其他相關社群上 有些朋友 他們留言 我就是一邊看一邊打撈 然後把它整理出來 還有一些朋友 一起完成的 那這邊有一些廠商名單的話 我覺得 有列出來是沒錯 可是 你如何去使用的一些經驗 然後覺得 你可以看下面的一些留言 然後你自己再評估 這邊只是 資料上的整理 那最後一部分是說 如果你使用之後 遇到一些 好的經驗 或壞的經驗 你能到共筆把它加回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幫助大家一起 如果要用這個服務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避掉一些雷 或是找出這些服務的 有優點的地方 我們可以善用這些優點 這樣子 想要講的是這部分 OK 好 然後再來就回到那個 配貌不能開麥嗎 他說對的 哇 那那那那那那就是 好 那我們需要那個 TTS服務啊 TTS服務 好那我這邊 我這邊就分享 我分享我畫面喔 因為我覺得這個 我還是 分享我畫面 等一下等一下 用Google的TTS 不知道這行不行 Google TTS 等一下 要取消嗎 真的 嗯對 請站 請握扶手 站穩踏街 還是黑媽 你需要 需要耳麥啊 耳麥可以 可以 我這邊有 如果有廠商贊助的話 耳麥就寄給你 等一下 好 空氣什麼都有耶 沒有沒有 是最近剛好 有一些 捐贈一些物品 缺少一些外包裝 或是有點瑕疵 可是都還是可以用 等一下 看一下喔 好 那就是大概 就是這個 這個文件這邊 那其實我也有點不曉得 不知道怎麼說 目前的話 就是大方向是說 之前那個 開箱 那個初期的開箱之後 然後我們看到那個 BW4的一些問題 所以開始有這個想法 說 那也許可以弄一個 一個半版學版本的 BW4的開發版出來 那這裡的話 第一版的構想是 我覺得這幾個問題 解決就是 那個 那個 UART 到AT的腳位 這個部分 然後 PCB 太多了 這個也是很 很糟糕的問題 就是NC腳的 太多NC腳 然後 這個加入Local 這個我倒是覺得 可以 不是那麼急迫 所以目前的看法 是這樣子 然後另外是 這裡我今天才看到 就是說 黑貓這邊有提到 這個部分我不知道是什麼 沒有啦 這部分我講一下 嗯 這部分的話 你可以轉到最下面 OK 你先滾到最下面 有一塊 對對對 這一塊 這一塊 就是像 像M-Bay的他們 原廠的話 他們這樣做的話 就是說 你 燒錄完了之後 你不想再第二次燒錄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折掉 折掉 對 然後這如果你之後 還是要用的話 它左邊有一排 嗯 左邊有一排 它那一排的話 可以直接跳線 跳回來板子做燒錄 是 對 它是這樣子 OK 那這樣 那這樣的話 不就是會把這個 因為做這件事的 那個加工廠 就會整個 再往上拉嗎 其實不會 如果你中間槽 開得夠大的話 其實 有一些廠商 是不用加錢的 是 是 OK 那我 那我這個理解 我覺得 嗯 這部分我沒有太大的想法 如果 大家如果覺得這個 沒有太大的問題的話 就可以朝這個方向去走下去 對啊 我 我呼籲也沒有問題 嗯 然後 這裡 所以這是那個 黑帽的那個 概念圖 就是這樣去找 然後 腳位的話 腳位是你是要 要往 往那個什麼 呃 那個什麼 阿丁羅密尼那個 那個排法去做嗎 哦 哦 怎麼 阿丁羅密尼 嗯 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剛剛我看到那個 下面的那個電路圖啊 那一張圖是畫什麼的 這個 這個是SAN畫的 SAN不知道 方向方便開嗎 我們來介紹一下 你畫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電路圖的想法 哦 這個是 之前 我有做那個ESP32 那個Program Mode 的 那個板子 嗯 因為我們BW16 我不知道 要燒錄的時候 是不是用 它這個能不能用 不過 這個好像T12 如果用ESP32 倒是可以用 哦 了解 這個 沒有 沒有 沒有洪七先講 哦 這個這個部分我畫 我覺得那個什麼 那個洛同在 在 在討論的時候 這部分可以拉出來 跟他分享一下 對對對 這跟他那邊比較適合 是因為剛好 嗯 上面好像那個 我說到要用CP2102 那 剛好我這邊有一些 CP2104 嗯 了解 然後上次那個 因為剛 我都寫軟體比較多啊 這個是剛好在學 哦 了解 我覺得還蠻好的啊 就是這個計畫 如果有興趣就可以 一邊做一邊學 嗯 裡面 慢慢學裡面的朋友 如果想哪邊 哪邊做不好 可以改啊 答案我已經傳到那個 討論區上面了 是是 了解 謝謝 哦 那 我覺得是快速這樣介紹 其實還是要透過那個黑帽 來 來帶一下 因為有些 我不知道怎麼 怎麼去講 呃 呃 你們聽得到嗎 OK可以聽到 OK 我這樣講小聲一點 就 嗯 基本上 畫的話 目前是主席都要說 想要畫看看 嗯 啊 上一次禮拜四的時候 因為我上禮拜三出差 搞人類 然後我就休息一兩天 所以沒有來參與討論 沒有來討論這樣子 可是我也不知道你們討論 我也不知道你們講了什麼 啊 禮拜五 嗯 呃就是Fly的那一場 我後來有進去 然後我聽了一些其他人想說 就 我來主導這樣 嗯 然後我就 然後花了點時間整理了一下 嗯 就整理了一下那個 一滴滴的空洞 好 然後 呃 我基本上是把下面的討論紀錄 我覺得可以參考 我覺得可以先做的 我就給他拉上來這樣 就把整理成一個設計構想 啊目前畫的話 說是主席 然後我不知道其他人要不要來參與 因為今天主席剛剛也沒來 嗯 沒來 對喔 因為上次的討論就是 有比較明確的是這樣 就是說那個 呃 看起來是主席想要畫 然後 然後大海這邊是可以用 呃 遠端遙控的方式 或者什麼方式在進行 這整件事情 所以就是目前 目前的 我覺得今天是要想要做的進度 是說那個 呃 這樣的 解決這個部分 這個B1的構想這邊啊 其實看大家還沒有什麼 想要補充的 或是說哪個 哪個規劃上市 有一些問題想要抓出來的 特別討論 像我這邊看得懂的 大概就是有 覺得有點 疑惑的是這個 折痕這一部分 就是 呃 剛才那個 那個火腿有解釋 然後就 可以解釋 然後如果真的 我再多補一個 嗯 我再多補一個 因為我下面還有放一個 我自己在玩的 430 對你們往下啦 有一個紅紅的那個板子 那個是我平 我平常在玩 我覺得這樣做也很方便 他就是兩端透過Jumper做連接 是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 不是說不好啊 我覺得也可以這樣 對 而且這樣子 如果後來沒有要做開場的話 可以改用這 可以改用這一種做法 就是把線 再多拉一條 然後再把 就拉4個角 然後就是BCC 然後GNT TX和RX 它這樣子就變成那個 呃 就變成那個 就 變成一個很獨立的 你可以說它是 燒入器 我也可以說它是那個 USB的TTM 這樣 我覺得可以這樣做 然後 就這兩端用的話 就一個USB的那個 USB 就是再多加一個Jumper 就是當電源書 當電源輸入這樣 就是看電要不要 看電要不要供過去這樣子 是 了解 如果未來沒有要開槽的話 可以這樣用 了解 好 我有一個重點要問一下 你打算要做多大 做大喔 這個我還是沒想到 因為大小決定到那個價格 嗯 因為我覺得電路板要先勒出來 沒有就是那個電路圖要先畫出來 沒有這個電路圖喔 嗯 電路圖其實不會說很大 嗯 就其實非常小 你 你看那個 你用那個D1 mini的電路去看 你就知道說它最小大概可以做到多小 嗯 嗯 D1 mini 對 D1 mini 確實可以做得很小很小 很小 只是這個D1 mini的問題就是說 你沒辦法手工加工很困難 嗯 對 對 這會造成說那個要勒的時候就 應該說要看東西上去就是一個難題這樣 對啊 這可能就變成說你要風槍或者是熱床這樣子 嗯 用那個 用那個熱風槍夾這樣 嗯 只是這樣 可是我們考慮的不是那個那個BWS的那個模組嗎 所以這個這個這個還是有難度 焊接上去還是有一定的難度 欸因為像是D1 mini的話它是採雙面加工 嗯 所以說它一面是一面是模組嗎 然後另外一面是那個 像是TTL的那一部分 額外的IC這樣 對對對 我是覺得的話 寬度我是打算鎖在跟 那個Node MCU那樣子 嗯 只是長度可以做長一點 就考慮到那個要焊接 對 嗯 對 而且我也想看看 你也想挑戰看 對我也想看看 對 我想說可以做長一點這樣好加工 對 這樣好加工 對 嗯 了解 就 看到表索在跟那個 Node MCU V1.0還是V2還是V3吧 對 應該是V2啦 跟MeToo一樣的寬度這樣 是 了解 哦 接下來呢有什麼問題嗎 我昨天跟 有些有一部分超出我認知 我這邊報告一下 嘿請坐 剛剛有一張大單 嗯 總金額2390 那什麼東西啊 需要 有人接近 OK 你說你的那個賣場 OK喔 太好了 嗯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第一板用340 剛剛討論就是他的板子的寬度 那對於那個UR那一塊 就是他會不會有影響 就是說 他也有辦法那麼窄嗎 其實可以啦 因為340跟小小塊的 嗯 340跟就小小塊的 他跟117 應該是都沒差太多 他就 比我們以前看到什麼CH340區 那個一層條的就 砍半 嗯 所以應該塞 所以可以塞一個下去 就是排的部分 可能要排一下這樣 你說你說什麼 什麼東西要排一下 就是 整個排 就是 要勒上去那個時候要 排一下 就是 因為USB頭也算是那個 對啊 頭也佔空間 那頭也佔空間 你就不要用大頭啊 你用小頭啊 MICLE啊 用MICLE啊 對啊 MICLE也有分很多種 嗯 你看 你看你是要DIP型的 還是SMD型的 然後之後 伸下去的腳是兩隻還是四隻 你也要看一下 嗯 OK 聽得到嗎 欸 媽媽 OK 那個UART那一段 我建議啦 我建議啦 你們這樣子搞 一定會超過外面賣的價錢 你隨便去找 嗯 那個 340 我現在隨便找 USB340 一瓶 19塊啦 嗯 成品啦 嗯 然後那個2102的35塊啦 2303的19塊啦 嗯 就三個主流都有啊 隨便找都十幾塊35塊啊 嗯 而且那個地方好的啦 所以紅 橘色的部分我建議啦 嗯 就到時候19塊的叫一批來 然後把線留著孔留著這樣就好啦 嗯 就插孔留著就插上去就好啦 所以就是說要搞得跟Pro Mini一樣 對啊 嗯 哦 就是 U1那部分就很漂亮 對啊 對啊 你BW16開始運轉的時候 你根本這個東西都沒用啊 就不需要了 嗯 對啊 也是 可是之前洪奇有提到過說 他 我之前好像你有講過說那個吧 就是對新手有篩一點這樣 沒有 黑毛我這樣跟你講 就是你如果這個當狗跟這個主板一起賣 就不會有友善的問題了 嗯 哦 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審略到不考慮這樣 對 開箱即用了 然後跟你講啦 那個怪怪的系統 就是全部2102啦 -2102 2102問題最少 嗯 對 2102確實超超級穩 對 啊那個比較貴啊 35塊啦 就反正你是入門的 啊你如果是老手你不買也可以啦 啊你要買就19塊啊 反正那個 就大家都有自己的工 對啊 大家都有工具這樣 對啊 啊那個工具你平常用在我們這塊也可以啊 你用在別塊也可以啊 對啊 對啊 那個19塊是台灣出貨的啊 你如果淘寶 那一把進來那個很便宜啊 好啦你要什麼零件 你列表給我 我幫你去淘寶找 嗯 我淘寶嘛 你就泵表 泵表全部開給我 這個要跟那個呢 要那個 跟朱錫說一下 因為 沒有這一段 這一段我們可以 以拜師好像朱錫還會再講一場 我們就可以在那個時候再一起一起把這邊 你會是我不知道還能不能上來 沒關係你就你就把你的你的你的想法先先留在共筆上面 然後沒關係我會再改一下就是你那個構想這邊我還可以再改一下 然後就是看有沒有人要在下面再打一下就是今天的討論這樣 另外一個可能要提醒一下BW16單獨的時候電流不大 是那個無線電一開的時候可以衝到5伏特 就是你的5伏特 因為那個是這個是線性的吧 所以安培數一樣 我我我我抓到的是0.7喔 我可以抓到0.7安培 嗯 所以那顆1117要小心一點喔 可能要用1安培 1安培的1 1安培的LD 1安培或0.8啦 好如果好一點就0.8 反正選高就反正選高一點的就好 對 因為他0.8有時候有些人就會就會跳下來了 嗯 沒關係沒關係那個我知道再打一下 所以朱起不是每次一點上去就掉下來 就是這樣 因為他那個才30mm安而已 嗯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覺得PMP電經紀就可以直接省掉了 對那個PMP部分就直接省了 因為他燈 因為我們之後 UR就買一批線程來用嘛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就可以直接省了 對呀 就可以不需要再用PMP 可能就是在上面那個LED就好 這一個 看起來是要一顆燈還是兩顆燈的那種 沒有啊你那個POWER一顆嘛 POWER一顆然後GPIO一顆這樣就好啦 POWER一顆喔可以啊 就兩顆LED嘛 一顆給POWER一顆給那個那個 GPIO看你要用哪一支這樣 就 LEDBuilding吧 這樣子他們點那個Blink也 也可以直接call上去啦 那個Blink那一組程式他在設定 就是說因為這一點我不知道就是像BW16 他在用那個Arduino的那個Blink是可以直接直上嗎 可以可以 然後他他應該會有一個預設的位 腳位是LED嗎 這一點這一點我來說一下這我有翻過 這個是你可以看一下你的Arduino library的BOLD.test檔裡面 它裡面會有寫Building LED是哪一支腳 我記得好像叫PA14 對 反正到時就把PA14 對 就是把它寫到筆記裡面到時候Lay的時候 要從那裡拉 或者是說你寫一個自己的BOLD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初學者拿到他直接上那一個Blink 就是說板子管理員做好 然後Blink一上他就會馬上會動 他就不要去改東西 以這樣的原則 應該是做得到的對不對 應該是可以 這可以啦 你拿別人現成的BOLD manager拿來改一下 嗯 OK 所以他本身BW16沒有BOLD manager 沒有人寫 應該應該有吧 應該有吧 那個官方有那個SDK 那個他們官方那個阿米巴比SDK 那個裡面 呃就是好像是開發的那個 Jason檔裡面有包BW16 BW16的 嗯 所以在開發比較那個順利一點 嗯 然後 好吧 趁現在我就直接那個 我直接Share我現在在畫的地方 看到好 等一下我幫他解除一下 我解除這邊 OK 我剛好現在就在開著畫 我先用那個PowerPoint 先畫一個簡單單單的 我打算1117是放在這裡 他只是自擋到 這樣 JD JD這個字有擋到這樣 我給他往下一點 大概是這樣 我可能想說要這樣做 然後 然後 到時候這裡 孔就 像這樣 我可能就 長在這裡 就是 這裡我就留 PIN出來 然後就是給他們接那個空洞 對 那可能就是因為 他們要上電的話 可能看要不要經過1117 還是說不要過這樣 嗯 因為他們直接過來應該算是 其實過一下也好 如果 如果你沒有 沒有打算讓他們上電過1117的話 其實你那一顆就1117就不用裝了 嗯 不然就是說 不然就是說 叫他們只接那個TXD RXT還有GND 然後只是叫他們電池要另外找這樣 就是另外再裝電池這樣子 這樣也可以嗎 我想要問一個就是剛剛 皮霸有提到說 不是皮霸 那個馬霸有提到說 他在使用的時候 無線電打開會吃電流 是不是 嗯 因為他要跑無線 對嗎 是 那他這一點我們有做過實驗 就是說 DET他要使用的包裝是哪一種 然後他需不需要濾波電容要多大 這件事情是不是要先實驗一下 濾波電容 就是說你的BW16 你先跑一個 就是他的那個Wi-Fi loading 會比較重的情況 條件 因為你總不要等到東西都做好了 結果你發現他會 他會閃退 對 那通常通常是說 那個117出來 他有一個電容必須要掛著 那這個電容 可能是不是 他有可能要用到的是 是那種 是 鋁罐的那一種電容 那你這樣子就會有size的問題 這個時候就要考慮 所以你就是說 不怕那個電上去他負荷不過來這樣 對他會電流會不夠 會抽一下子抽太多電壓會掉 那電壓一掉模組會reset的話 會那個brown out reset 那他你這個東西就fail掉 所以你通常你這個在這之前 你應該先實驗 117 RBW16 那中間要不要電容 電容要多大 這件事情應該要先實驗出來 就是要確認一下 他如果這樣 整個接下去 就是照 他沒接電容的話 他還能這個117 他還不能 他還可不可以 他還可不可以 他如果不行的話 要加多大電容 通常117 輸入輸出都要 啊 小小大大不一定 我覺得他們小的話 他們應該是裝濾波 我記得他好像是放濾波的 是濾波用的 是說你為了要應付那個Wi-Fi突然來的那種 就是那種search current 那你通常會要 通常是要有個鋁罐的電容 電解電容 就是那種那個 就遠遠的那個 對對 所以想法是說 你可以在這裡再多加個圓的東西 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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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然後夾在這這樣 對 但size多 通常沒有那麼小 應該還要再大一點 沒錯 他會 要看117的包裝 他可能會比117包裝的一半差不多 ok 因為通常來講的話 我剛剛講的就是 就寬度就 826那種size 只是 你長度可以長一點的差 因為 第一板 對啊 然後 電容化另外一個選項 就是那個 那個坦值電容 喔 那個 坦電容這樣 對對對 陶石可以嗎 100mine 那個要100mine 100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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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e mine 我找一下 100mine 要坦電容嗎 對 ok 就是 喔 這種 就是長的那個 有點像橡皮擦的那個 對對對 對對對 剛剛是那個 ok 可以啊 坦電容 其實這部分就是 我覺得是 如果說要減少實驗的時間 那邊 就是要 要參考別人的設計啦 就是看 我覺得是看官方啦 因為他們官方在做這模 做模組的話 我記得他們有那個 他們有把他們電路圖畫出來 嗯 他們在畫那個RTL D1 好像是用8710AF吧 我不知道8720DM 還是說 其實可以看一下他們官方的開發版 怎麼說真的 對 他們在開發版裡面有再加一半 好像是那個 這個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突然忘了 那個 他們有加個二級 然後 然後 我 除此之外 我看到的 就 兩個 E17的 旁邊兩顆 濾波的以外 在LED 的 右上角 還有一個 不知道是電阻 還是電容的工程 應該是電容 我不知道是幾 我不知道幾 那個要看 對 大概 看起來 是這樣 沒錯 就 大概是這樣 然後 11點我要先下線了 對 OK 還是我們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就是 就是 剛才討論部分 就是 那個什麼 黑貓可以 再 再更新一下 OK 反正我等我畫完之後 我也要 休息一下 因為 今天還有事情要用 OK 感謝 晚安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謝謝各位 各位 拜拜 晚安